詞曲 李宗盛 我说了叫Kevin就好 不要叫大师 不行这样子讲 今天要聊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对现在年轻朋友们 可能会比较陌生的东西 其实就是 易经跟风水这个 其实以前我在 国中毕业去台中的时候 在专心前修节全道 在因缘际会之下 接触过类似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觉得还蛮奇妙的 直到他蒙上了一层 怪力乱神的色彩之后 我就觉得实在是有点剥削 可是某个角度 我觉得现在人 因为大家可能都科学化 所以就会觉得说 你科学可以解释的东西 我就愿意去相信 可是现在渐渐的 我觉得大家也开始对 风水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接受 而且你刚刚讲的 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意的原因是 风水我并不觉得有落掉 而且一直都是很火的 甚至媒体都喜欢 你说对年轻人来讲吗 你现在看那什么新闻 什么媒体在讲 都是讲风水 可是那些都是老头 老头也有比较年轻一些人的 那你懂什么风水 没有我们不见得懂 就是年轻人会看 那看了以后也知道说 主要说门口对冲 就是有一点点概念 不过易经真的是 丢哪去 对 就是真的年轻人 甚至我们这一辈的人 其实对易经真的都很陌生 那Kevin你可不可以用一句 很精简 不要讲一句 至少一小段 直接跟我们说明 易经是什么 易经啊 一个字 不要跟我讲义 好 辩 辩 人要懂的辩 他就是义 义这个字 你看 他怎么写 刚刚我们谈到那个中文字 对不对 看到一半嘛 对不对 被简体化了嘛 那这个易他没有被简体化 因为他已经够简 直接就够简了 猜简就不知道是什么 它是上面一个日 对 下面一个是什么 算物吗 物啊 其实不是 它是古字的月 月 月亮的月 所以易就是日月 太极嘛 两一 阴阳 也就是所谓的对等 对 你要如何去达到这个平衡 就是要随时保持在变的环境当中 变的想法当中 你要懂得如何去变 所以这个就是易 就是一个智慧 那刚刚两位所提到的 其实都有 都有 有一些人他有接触就是有接触 没接触就没接触 但是呢 一般我们所听到有接触的 一般都会明信掉 其实易 它是非常科学的 风水 是非常科学的 我们师父所传承下来就是 它里面包含了所谓的电子学 风力 那个风力学 物理学 还有电流学等等这些 还有家庭医学 对 这个完全都包含进去了 所以说易经和风水 它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分离掉的 没办法分离掉 所以今天我们的标题是这个 风水与人生 其实应该是易经风水与人生 对不对 这样可能才有办法连在一起 其实坦白讲 你要把它分开 我们不要讲 因为刚开始讲 我们不需要把它讲得那么深 如果说只是 单纯我们来谈这个所谓的 大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很容易你就可以去了解 它是相当科学的东西 那我必须要再阐述一点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科学 它能够验证出来 它是从所谓的哲学里面 哲学又是从宗教里面出来的 也就是从玄学里面出来的 有玄学之后才有哲学 哲学是去把玄学 人家听得懂的 转型的概念变成是一种哲学 好 这种哲学理念 因为已经被人家过滤过了 从玄学过滤过了成为哲学 科学家为了要去验证哲学家所说的 才产生科学 所以一层一层下 所以科学你看 它是不是比较小 但是呢 易经它本身就是宇宙 它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的一门学问 你可以不相信风水 但是你却已经活在风水里面 这是无法避免的 那易经跟风水 易经里面有风水 还是易经跟风水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科目呢 其实它是结合的 如果你只是单纯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以前我们常讲就是 武术里面三一命谱像 对不对 好 三一命谱像里面 是不是都统称 被人家统称为术 法术 法术 法术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但是呢 后来不是 民间有所谓的江湖术士 对 为什么他不说江湖法术士 为什么要说江湖术士 因为在行走江湖人 他只会术 他没有法 所以即使他帮你算很准 有一句话叫做 算以前的都很准 算未来的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在变 因为人的心 概念 看法 随时都在转变 所以算未来不准 会有这样子的产生 所以 你如果说要了解这一块 你一定要有一个法在那边 帮你做支撑 这个法 我们把它讲简单一点 叫做方法 你解决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有方法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 你如果要去算命 你到台北民权东路那边一大堆 你一家一家算 你算了又如何 你要会解 你要会为自己解命 你知道也许将来可能会怎么样 我如何去把它改变掉 这叫跳脱 其实 当初这一种 所谓的法术的术 被用在算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最大的用意就是要让你 学习如何去跳脱 这才是重点 而不是叫你去迷信 那一般人呢 在问问题的时候 他脑袋里面是混浊的 因为他有问题 他有很多的困扰 但是他的困扰 对他自己本身而言都有关联性的 所以 你 一定要去找一个 听得懂你讲话的人 那人在倒霉的时候 你说他讲话 人家听得懂吗 是 听不懂啊 唯有谁听得懂 江湖术士跟你讲 有神明跟我讲 不就是 人家有什么跳档 那个 上身 鸡同上身 有真有假 但是都是可以去验证 到底来的是真神 还是什么 某某东西 这个又牵扯到 这个有关玄学的部分了 那刚刚讲到这个 我想要有一句 一命二运三风水 对不对 然后四什么 然后五读书 有一句谚语啦 有啦 是有一句谚语啦 但是我还是把它 回归回来 三分命 三分运 三分风水 对 那三分一分是什么 变 那这样讲变的影响力好小 不是好小 这三分三分三分 你如果想去改变 我有变 它是最大的 那你要让你自己变 那个能量要有多大 是啊 譬如说一个人 好 就好你 这样子又透露你的岁数了 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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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岁 我三三 三三嘛 对 你有没有一个 33年的习惯保存着 或者是20年的习惯保持着 有 有对不对 对 要你改呢 那个习惯 那个习惯我应该改 那个习惯我改得掉 要花多久 多久 我想一下 那个真的算特例啦 33年的习惯 至少二十几年 我睡觉会拿一条毛巾盖 可是没有毛巾我照样能睡 对 所以我就说那个比较特例 那个还比较习惯啦 嗯 也就是说本身你好睡嘛 我还好耶 就对很多小朋友要拿一条 小时候的小毛巾 对对对 我从小就有那个习惯 英国就有 有那个科学家有统计出来 心理学家统计出来 人的习惯要改变的话 要花多少时间 最少 嗯 你要连续27天 嗯 他才能够改得掉 嗯 也就是说 他才能够培养出一个习惯出来 嗯 通常 我举个例子好了 是 戒烟 嗯 这我无法理解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戒烟 很多人为什么戒不掉 像Kevin吗 像Kevin吗 对 维持不到27天像我一样 对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他已经有很多习惯 嗯 他已经结合到你生活的习惯里面去 嗯 包括可能有一些人 像有一些老烟枪 他吃完饭他要抽一根烟 嗯 有些人去大便他要抽一根烟 对 嗯 这个是习惯 但实际上他可能是 对尼古丁有一种上瘾的一个状态 是哦 但是我试试贴那个尼古丁贴片就好了 嗯 贴上去之后 他还是习惯在某一些动作 嗯 某一些作息里面 嗯 去做同样点烟的动作 嗯 我觉得这个跟我最大的差别是 我可能只有晚上睡觉前的那个 假设半小时一小时 可是因为你睡着之后就没有差啦 嗯 可是你说像抽烟这种 一般日常生活下的习惯 那有可能你一天会接触他数个小时 所以其实我觉得比例跟影响力是有差的 但是哦 我刚刚说的哦 他吃完饭 嗯 他会做一个动作 嗯 我们不要说抽烟 他会做一个动作 嗯 他上化妆室他会做一个动作 嗯 嗯 或者是他骑个车 他可能会做个动作 嗯 嗯 其实你如果把这些动作都把它切开来 嗯 他就是这个习惯 是啊 是啊 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他会去做那个习惯出来 嗯 嗯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惯性 嗯 要改变一个惯性 嗯 他需要至少27天 嗯 连续的做 嗯 才有可能改过来 嗯 最少 而且那是没有上瘾的状态 我觉得如果再加上上瘾的因素就更长了 嗯 我说了上瘾 我只要让他那个瘾头 嗯 被满足了 嗯 就没事 嗯 就跟以前这个在读书的时候抽烟被教官抓到就一次抽一包 这个 让你满足嘛 结果还是抽 而且越抽越凶 越隐越来越大 现在都直接抽一条 对不对 像那个大铁一样直接整包点火 你如果要满足一个影的话 我说了啊 刚刚我说了那个尼古丁贴片一贴就好了嘛 满足那个影 嗯 但不是这样子 嗯 实际上习惯比影还厉害 嗯 嗯 有没有发现到 是啦 如果在某个心理层面来讲 影可能或许你 你只要 就像吸毒嘛 你可能吸了你就没有那么 那么需要 可是如果是一个习惯 就像有些强迫症 对 那个手不去按那个开关 或东西不排成那样 真的会像是火烧屁股一样不舒服 没错吧 对 不管是 就像我现在很习惯 没事滑个两下手 对 阴变得很习惯 所以你看一个习惯哦 一个上瘾的瘾头哦 一个阴 一个阳 嗯 这就是人生了 嗯 一阴一阳 嗯 因为 你只有一个瘾 嗯 它很容易被干掉 嗯 你只有一个习惯 它也很容易被改掉 嗯 因为它没有瘾来做一个负荷嘛 是 对 所以当它阴阳调和的时候 就永远生生不息了 对 没错 诶 可是这样我这样突然又想到一个非常贴切的切入点 就像武术上的运动或什么的 这种东西是没有瘾头 比如说你养成天天跑步的习惯 嗯 可是你接下来可以说不跑就不跑 然后马上就适应了那个不跑的习惯 没有没有那个应该没有到上 因为人家讲说 对啊所以那没有瘾你可以很快的发砍掉啊 就是像很多女孩子好像 我前两天才看到讲到说跑步的事情 嗯 就是说其实像跑步的人他比较长寿啊 然后他其实他脑内会分泌脑内马马飞嘛 嗯 那多巴胺啊 那搞不好他 当他不断不断的去跑步 连续27天去跑步以后 他已经习惯每天都有多巴胺的刺激了 也许他有瘾了 嗯哼 也许他有瘾 然后你叫他说不去跑就反过来 所以他等于要戒断不去跑 嗯 那你叫他忍受个一个礼拜他OK 可是久不跑他就觉得不太对 他一定要去跑一下 所以他就变得没有办法不跑了 因为我很多现在在跑步的朋友 他们都陷入这种状况啊 是这样啊 大概一个礼拜不跑他们都觉得受不了 我总是觉得好的习惯很难造成 然后不好的习惯非常容易维持 那个就是一个惰性 对啊 我觉得那是惰点 那个就是一个影 你如果说我们刚刚所讲的习惯和这个影 就是把它衍生出来当一个举例 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 他都一定会有一阵一反 一阵一反 一个阳一个阴 一个阳一个阴 当你取情平衡的时候 你看了就习惯了 周遭人看你会习惯 说这个人有智慧 没错 有办法走在这个中道上面 不偏不倚的 他真的是很有很大的一个智慧在 刚刚健好你所提到的这个运动 也有很多例子是 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家 包括可能跑步的啦 或健身的啦 等等这些 或是球员啊 他们在他们直来 这个直来的过程当中 他运动量很大 但是呢 等到他一退休之后 他一休息 你有沒有发现 很多都老化得很快 是喔 为什么会这样 他已经完全把他那个阴阳 其实失调了嘛 对 他把他提前用完了 他会变成就是说 在他的职业 或者是他的习惯里面 他产生一种所谓的惯性 就像刚刚宇菲林所讲到了 体内的内分泌 因为这个医学的部分 我比较不熟 但是我知道内分泌 他对人的一个影响性 包括那个脑内马飞 等等这些的一个分泌 他对我们人体的 整个运行的一个维持 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分存在 也就是说 当他突然 好像没汽油缩钢了 他停止引擎的一个跳动的时候 他该老化了 因为有地心引力 皮该皱他就该皱 他那个内分泌没有办法去支撑 他的老化的情况之下 他马上就会很迅速的掉下来 这个就是没有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你讲到这个 我们回到前面 风水 那其实这样一听 我们的人生 其实所有的东西 都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比较像是儒家的学说中庸 就两个东西都有 我们其实维持在中庸之道 那在风水的东西上 也是有阴有阳 讲究的就是 比方说人家说气场进来 你也要让它能够出去 就是要让它整个流通 气场要流通一样的道理 那在这个阴阳的部分上 如果我们拿在风水 居家风水上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像如果刚刚宇飞你所提到的 这个气场 有很多人他感受不到气场 什么叫气场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到 像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就要闹自杀 然后我们去看他 我一进到他家就不舒服 我就说你家真的是气场很差 可是我们不懂什么叫气场 因为人随时随地都在发射自己的气场 那这个气场是从何而来 我们会发射出去 表示我们有能量消耗出去 但是能量消耗出去 总是要有能量进来 就是像吃饭等等这些 可不可学 你的能量其实包括你的体温 都是从我们所摄取的这个能量 所散发出来的 那这个能量是我们吃 我们认为看到我们可以吃的东西 好我们假设它成为养好了 但是人的一个念头 好人的一个念头 在好早以前就已经有证明出来 这个念力是存在的 而且也有很多证明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我们称为阴 你的念头 念头算阴 因为你看不到 因为总认为阴好像就是不好的东西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如果说用看得到摸得到 或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我们来做区分 阳就是看得到摸得到的 阴就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因为很小的时候就说阴会害你 阴是不好的东西 但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然后后来一直到 到了那个读书以后 后来发现原来女生属英 我就相信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微妙 你要看你的立场在哪里 因为《易经》里面所谈述的就是立场 我们立场哪里不一样 不一样的立场 我们要用不一样的方法 来让它维持平衡 我们刚刚所提到了 你看得到摸得到的 我们假设把它称为阳 大家比较习惯 看不到摸不到 我们称为阴 大家也比较习惯 念头其实它就是类似 看不到摸不到的 所以它是阴 它配合着你食用进去 你吃了这个饭 所产生的能量 透过你身体的毛细孔 去把你身体的这个磁场能量 从用念力的方式去把它散发出来 好 这个感觉就好像 你如果用 你很冷 因为现在冬天 你用你很冷 很冰冷的这个手掌 不要去接触到人家的皮肤 譬如说好 我就放在 健豪的手的上面 大概离个三公分五公分 你就可以很容易感受到 能量温度 它的温度 是啊 为什么可以感受得到 为什么 我觉得这就温差吧 气场 因为你冷我热嘛 所以你会更容易感觉到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一样热 可能就还好 没有 可是那个 如果用温度计什么 是量不到的 是啊 所以说 他会去感受到 也就是宇飞刚刚所讲的 他朋友家里的气场很好 因为他把窗户什么都关了 自闭了 然后按妈妈的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念头 透过他自己的毛细孔 把他自己的念头的这个 大量发送 能量给他发送出来 在他的屋子里面乱窜 那你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 风水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 比方说我今天我很糟 然后我到一个好的风水上 可能我的运势上会好转 那像最近我看的电影《僵尸》啊 还有像日本的电影《咒怨》啊 是 同样的是不是 如果我的念头很差 我就是一个超级富象的人 我会不会把一个好的风水 给破坏掉 绝对会 绝对会 所以我住到一个好风水的住家 只能说住个一年 这边就烂透了 可是某个角度不是应该是 好的风水反而可以导正我的想法吗 看谁强 也是会 所以要看谁比较厉害 不是看谁比较厉害 因为这有牵扯到我们所谓的 因果的概念 业力的概念 福报的概念 这个再讲下去可能就会认为 就说我们谈到玄学那边去了 那我们先不 今天我看我们先不去谈这一块 光谈这个风水的部分来讲好了 刚刚宇飞讲了有可能 正好你讲的也有可能 这又是一个阴一个阳的一个平衡 它都有可能 那它的取决是 在你的内心 你要会拿它来用 而不是道听途说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 所谓的这个磁场的问题的点 就是在这里 因为 有些人他可以感受得到磁场 然后他只是把 磁场的这个概念表达出来 其实磁场 对人的话语来讲 它只是一个集合名词的一个形容而已 是 真正感受到了坦白讲没几个 但是我们却都感受得到 那像这样 像我刚想到一个小矛盾点 就是 我来到一个好风水的地方 我有可能被他感化变好 我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 那如果我是一个 我进去一个不好风水的地方 我是否可以不受到他的影响 甚至把不好的风水变好 其实说真的 这个是不太容易 你刚刚所说的 你到好的一个地方 它会让你变得更好 但是你要有一个正向 对前提是自己的 对你自己的正向的 那个意念要存在 而且这个我想到一个故事 他是说 以前有一个人家 他就是 他在他们家的那个山头 他们家住三下 然后山头他们放了一个茶 然后后来有一个道士经过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个茶里面有茶梗 那他很难喝 他就觉得这一家人很坏心 怎么会想要做好事 又不做得很全面 居然还放茶梗 然后呢 他后来一打听 就知道是那个家人 他就过去要整他们 就说 你们哦 我跟你讲哪边有一个好风水 你可以把你的祖先搬到那边去 走 去 不是走 去 去 埋在那边 你们就可以带来好运 其实那边是一个非常差的地方 然后他讲完之后 这家人就照做了 然后照做完之后呢 这一个道士就离开 然后隔了几十年以后 他又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他发现有一户人家大富大贵 结果那个大富大贵 就是他当初要整的那个家人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当初怎么会给他一个很糟的血 他居然没有影响 还让他的家运更好 然后他就去找他 然后那个家人一看到他的时候 就很谢谢他 说 谢谢你啊 你当初叫我到那个地方啊 结果我们家就蓬勃发展 然后他也不敢说啊 他就说 会吗 这个 有这么厉害吗 对 他就说 那那个 我想问哦 你们当年那个茶叶啊 你们放在那边是为什么 他说 哦没有 因为我们茶是热的 然后很多的人爬完山以后很喘 所以他们故意放茶梗 就是不希望别人喝得太猛 呛到 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激扇之家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激扇 居然可以破掉一个很糟的风水 所以就是人家讲说 可能刚刚讲的嘛 就是一个福报或者是什么的 相呼应 反而更胜于一个糟的风水 这样 这个故事 其实它上面它不是放茶梗 它是放那个 稻壳 对 稻壳 稻壳 扶在上面 不让你一次喝下去 那这个例子我想 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 其实 所谓的 不好的磁场 不好的穴 和好的穴 它都叫做穴 总比 没有穴来得好 所以 不算是到处都有穴就对了 没有 穴是一个所谓的节气的地方 我们山 山脉 水脉 龙脉 一个节气的地方 就好像 我们身体里面 你们相不相信有穴道 就像血管跟穴道这种感觉 没错 你到哪一个地方 它结了一个穴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穴场的浴室 就像穴道一样 其实人体就像是一个大地 一个宇宙 一样的道理 可是 我不懂的就是 没有穴 跟放在一个全家死光光穴里面 为什么会是全家死光穴海 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 就是说 因为 第一个 这个家人有福报 第二个 这个师傅 功力 也有一点 给错了 对 有一点给错 所以没有给到极限招的穴 因为没有所谓的极限招的穴 只有没有穴场 是 它没有不好的穴场 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看的电影都是唬烂的吗 你只要会调 就像风水轮流着 直的放进去 什么横的放进去 朝哪一边 正好你说 那个不好的地方 我们只能说 它并没有节穴 它不是不好的地方 而是它根本不是地方的地方 那这样常理来讲 就不会有负面影响了 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节穴的地方 是 就好像 人要脑中风一样 你一定会有血酸的地方 你了解这个意思吧 也就是说 当你一个地方有曾经被 开发被破坏掉 它那个气场就乱掉了 是 乱掉了你再胀进去 它没有穴 它只有那个地方是 没有穴 但是它有气场 它有磁场 大地的磁场在那边 是乱的 你说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如果你在个穴 至少它还算是一个 能量流动跟汇集的地方 第一个它汇集的地方 第二个 只要是太极穴 它都是有稳定的能量 在存在 在聚集 在散发 它是稳定的 它就好像被整流一样 它不是像一般的交流店 到处乱窜 就好像 那天见好 我跟你讲 这个门的宽度 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人家说 门是千斤重 内格局是四两七 门 就是大门 特别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因为所有的气场 要进这个屋子里面来 它首要的地方 就是在你的门 从你的门进来 这个门就像整流器 如果它整流的不对 进来的磁场就不对了 进来的这个游离电子 这个电流就不对了 比如说你的notebook好了 你的笔记型电脑 它本来是接12伏的电 结果你拿了一颗变压器 是16伏的 你把它整化一下 可以动 耗按下去可以动 但是不用多久 它就烧掉了 为什么 因为电压太强 安培数太高 就是这马道理 所以风水它非常的科学 我觉得既然讲到门这一边 我想说 KB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因为你知道 现在年轻人都很不懂这些 其实我们也不懂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出去租房子 或学生要找宿舍或怎么样 有没有哪一些方法可以让大家 一看就知道这个不好 这个门 这个方向到底适不适合 方向适不适合 我们不去讨论它 因为所谓的东四命西四命 那个都有点问题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佐证出来 它有点问题 是 那我直接先来回答 这个 先给大家建议好了 因为方向这个东西 是 家 这个住的地方你是去租的 你要把它做改变也不太可能 我们就先不谈方向 第一个 你在外面住 你第一个选择比较方正的 全格局 全格局比较方正的 全格局是什么 假设说这个房子 包含你的厕所 它隔成了好几个套房 我只要看我这个套房吗 还是整个房 原来的原始住屋要注意到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如果它一间房子 隔了 譬如说隔了五六间套房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看它整个 整体 它方不方正 第二个再去看你是住哪一间 可是方不方正的意思是 比如说 它要是正方形 长方形 而不要诡异的有灵有脚吗 对 或有圆边什么的 这样子是最好 八卦 八卦就惨了 八卦惨了 因为八卦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能量在那边 讲悬一点就有很多的 鬼魅进去 跑不出来 但是这是不是就像人家讲 那种路冲只能有警察局 所以八卦这种建物 也许在某一些 比方庙堂 其实路冲警察局 那也是乱讲的 那个叫怪力乱神 我也看过很多 做得很大都在路冲 不是就是说好像是警察局 才挡得住 那个 其实 警察局挡得住 但是警察挡不住 所以那边警察的什么 殉职率比较高就对 或者是他警察有问题的 derdy cop这样 对 因为环境影响人 可是路冲真的不好吗 要看 就像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物 什么样的公司 适合开在路冲的 他天生就适合路冲 像我刚刚跟Kevin有聊到 以前在台中的时候 就我们那个道馆的 反正就磁场不好 那我们说 如果我们再说直白一点 就是据说比较凶 那他们是跟我讲说 今天比较凶的地方 很适合盖学校 武馆 这种阳气跟人气 比较重的就压得住 这个对您这一派来讲 认同吗 我告诉你 你认为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道理 为什么 因为 阴阳调和 小的时候看人下鬼 有没有 那个鬼 他就是要演关公 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 那个鬼看到就抓到 对啊 类似这种 就觉得阴阳嘛 因为我们阳气重去那边 阴气重的地方 就平衡了 难怪你们 上一个节目 上个礼拜的那个节目 讨论的是电影 电影看太多了 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宇宙的能量 所有的地球也好 然后怎么样子 它这个能量在跑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去克服它 我会易经我就可以了吧 我知道怎么办 你要去顺天 顺天你才知道 有法来用 才可以借力实力 有啊 我家相口 有家顺天中医 刚刚健好你所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 镇宅的这种观念 有什么职业 有什么行业 去镇那个宅 我这边我不与置评 不与置评 就是不同意啦 零哦 你的数目就是零 没有任何职业 我刚说的很简单 刚刚宇飞你所提到了 警察局 陆冲最喜欢警察局 阴气最重的地方 最喜欢警察局去镇压 没错 如果在阴阳学上面来讲的话 确实有这样子一个能耐 但是这个能耐有限 我说过了 环境大自然对人的影响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你的气场 本来你这个风水被露冲了 他这些负游离电子 负能量的电子 一直往这个警察局冲 为什么会说警察局 站在那边 不是他的正气 真的绝对不是 因为警察局 警察通常我们希望 他都往外面跑 顾着人民 所以他不需要在那边太久 所以他可以站在那边 人不会怎么样 以前还有军队连旗 所以照这样讲 就如同盖学校 或是像我们开道馆 反正在那边只有几小时而已 然后现在都空着 我告诉你 学校因为学生待 一天24个小时 他在学校 高年级要待8个小时 对 如果你的 学校的风水路冲 什么样错了 门开错了 我告诉你 里面都出路麻 这样不错 振兴台湾 那看来人爱国中 你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举这些例子出来 你认为呢 有很多学生 为什么会在学校里面 去跳楼自杀 为什么他走出那一边 他就想得开 走进去都想不开 除了人为因素之外 其他都是因为 这个风水的一个因素 因为他长期受到 看不见摸不到的 这些游离电子的一个充射 所产生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负能量 负能量又高的情况之下 他吸太多了 因为游离电子 一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来 是出不去的 它会去影响到你的思考 因为脑波会受到他影响 就会产生 譬如说负面的想法 或者是说脑波比较活药 他就会有那种幻觉 幻境出来 我告诉你 气息都会 所以照这样讲就是 房子的风水如果不好 就什么都不用讲了吗 没错 这么严重 没错 刚刚讲说门有千金重 刚刚讲说现在的学生 他租房子 你刚刚回到那边 除了这个四方格局以外 还有什么可以去注意的 因为学生都很穷 我们讲比较快一点 比较直接一点 让大家都用得上的 一张床它有床头 大家都很清楚 床头不要压梁 对不对 为什么不要压梁 因为电子它是立体的 立体在这个空间里面 做打转 依着墙壁在那边流转 当它碰到这个 你上面的这个柱子的时候 它会有个切面 往你的头这样子切下来 就跟那个科学风水 区域阵风一样的道理 没错 这个叫风切 也就所谓的壁刀 注煞 就容易头痛什么的 对 因为它在你抵抗力最弱的时候 因为人睡觉 它防御率最弱的时候 它一直往你的头部去做侵蚀 滴水沉穿的道理 一直侵蚀进去 但是呢 这个负电子是我说的跑不出来 是 它会去结合你细胞里面的这个 正常的这个负电子 把它占领了 第一个影响到你的脑神经的一个波频 第二个如果射到容易发生病变的地方 癌症就会出来 那像这种如果睡上下铺可不可以磕掉 上下铺更惨 上下下铺更惨 这样不是只有上铺被射到下铺就没有 因为你的压力 睡下铺的人压力不大 上铺又离天花板很近 那种压力是很无形的 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尽量不要睡上下铺 那个是我们这个年代睡的好不好 那个时候 没有那时候反而觉得睡上下铺是很屌 很酷 都在小孩子的立场来讲 很有保护感 但是实际上它对 环境的影响 对人的影响 就这样影响过来 也许以前我们觉得有趣 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我们的念头想法 有稍微抵抗到 现在小孩子真的少 可是你某个角度想 现在我觉得跟体格大小也有关 你小小的时候压迫感没有那么大 像我们现在睡进去 就不得了 那时候你已经觉得是睡双人床 对 所以说如果有碰到你租的地方 它的床头你刚好躺下去 看到柱子 横的吗 对横的压 压你的头 很简单 花一点小钱 你如果觉得那边值得你投资的话 花一点小钱 你去买一个床头柜 对啊 所以以前的床都有床头柜 对啊 现在比较没有 因为以前大部分我们在建筑的时候 梁柱都在旁边 对 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 是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今天你睡要睡得安稳 所以你的床 是 记得躺下去的时候 你的床是靠你的左手边 在房间的左手边 你躺下去你的左手边 是墙 躺下去 你 因为我们在空中 我们在用讲的 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想那么清楚 反正简单来讲 就躺下去的话 你左边如果有空间 你要把它补满 如果你 因为一般在外面租房子 它的空间不会大 对 它的床一定都会靠旁边 对 很少会摆中间 摆中间那又摆中间的一个问题 是 我们讲大部分人会用到的 它一定会靠墙 对 记得如果你靠墙的那一边 尽量不要去靠在 你躺下去之后 是 的右边 你要靠左边 往左边靠 躺下去的左边往那边靠 是 因为那边是所谓的龙边 龙边 移高 不移低 如果你把你躺下去 靠是靠在这个右边的话 是 因为我们的左脑和右脑 你靠在右边的时候 你的左脑的部分 它的这个波动会更强 人的脾气就会变很差 人的脾气就会变很差 可是这只限单人床吧 因为你看很多夫妇的双人床 双人也是一样 可是他双人床通常两边都让你 那你睡右边的不是永远都要脾气暴躁吗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宇飞的这个双人床 如果你的空间够 他双人床是放那个房间的中间的话 我们是不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 旁边的柜子 不管是 你摆在你的左边或右边的柜子 那个大的柜子 它的长度宽度 尽量一定要 至少要比你的 要跟你的床 同欢 或者是超过 不要留了一个切面 一个柜子的一个切面 产生一个对床的一个充色的壁刀 否则你充 那个壁刀 削到你哪里 你哪里就要出问题 那柜子要大一点 没错 不信你试试看 如果比如说放两个 这样也可以吗 连在一起就可以 可以 你不需要说 可是这样不会从中间射过吗 他们的交接处这个感觉 因为它没有封切面 它合起来了 所以有缝就不行了 有缝它一定会产生一个封切面出来 就好像如果说我们的住家 你从窗外望出去 刚好 现在有很多社区 高楼大厦的社区 它建 它有三栋楼 它建了一个品质 那三栋楼产生一个品质 有没有 那就互切 中间的这一栋 最衰 最衰 为什么最衰 小一小住那一栋 是哦 因为两栋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个缝 对 那个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天斩煞 这个天斩煞的能量 你看那个缝 大还小 这就跟我之前有听过 就是说 如果你从你家住家看出去 对面那两栋大楼中间的那个缝 好冲你家 拎刀就衰 那个衰不是只有衰而已 身体先产生变化 人的身体产生变化 不舒服之后 情绪就会起来 脾气就会起来 想法就会被改变 那这种大环境的 比方说像刚好 门有千金中 但我家外面就是烂啊 那我可不可以把 用门或哪边去把它调整 或者是说 我家就这样子 结果对面就是刚好是两栋大楼的缝 那我要去怎么样去救它 还是我真的得搬家 我就只有搬家一途吗 当然啦 都会有解啦 那个师父传下来的都会有解 那只是说 这个解你要利用 这个法 然后再去观看 这个周遭的位置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再去解它 不是像人家电视上面 那一些所讲的什么 你挂个八卦镜 或者是说什么 山海阵的白楼就没事情 我还在说 你怎么摆你家里 山海阵 对你冲过去 对面也冲过啦 对哦 那个就是渊渊相报 你知道吗 渊渊相报 那个不叫化 那个也比较比 那个叫做结丑 那像刚刚讲到阴阳嘛 然后床 那像这个床位 双人床的话 在风水学里 有没有就是比方说 适合男睡哪一边 女睡哪一边的这种 这个就好笑的地方了 我刚刚讲了 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 我们不要去论它的作相 为什么 坊间有一些门派 他们论所的东四命 西四命 什么 你先生他是东四命 他要睡哪一项 对哪一项 对啊 之前有人跟我讲 我的头要朝东睡 类似这样 每到每年都有啊 每年都有 你觉得有道理吗 这个 我也说不出来没道理啊 跟有道理的地方 这又是那一种 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有那么一点道 就 就比如说我的头 朝这个方向 能量从那边过来 我就能够接收到 不然就从屁股进去 就会觉得反正照他所说的也没坏处嘛 对啊 没坏处就觉得 那结婚了 这个是最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的太太 她刚好是西四命了 对 通你是东四 那你两个 你两个不就困 那就请太太跟隔壁老王睡 我跟楼下小姐睡 那你觉得这样子合理吗 这个听起来就 你这样讲就有矛盾的感觉了 还有哦 这些大事还会跟你解释哦 那因为你结婚了啊 所以太太要跟着先生啊 你妹就比较少 这就是习世女性就对 你妹就比较少 他明明就是习世命的 那他结了婚就跟先生 因为阴阳调和了之后 他就跟你同一个命脉 那我们不是说过吗呢 我们命是个别论嘛 结了婚他还是个别啊 他只是名义上结婚 法院上筑记 共同为一个家 造作下一代的一个成长嘛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双人床男生左边 女生左边 哪一边都没有规定 对不对 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是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传承 这个跟我们一个人的个体 他有左青龙右白虎的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睡还是男孩子 睡在左边会比较好 女孩子右边 因为女孩子本身 他的气脉的稳定度 就会比男孩子来得低 但是就是因为 他的气脉的稳定度 波动会比较大 相对的他的耐力 耐心也会比较大 但是呢 他的脾气会比较大 所以不是那个 MC HOTO不是有 有一首歌叫 我家的木拉虎 有没有 就是这个原因来 我还原来讲MC来的时候 火力更大 原来是在讲HOTO歌 所以我们去用科学的角度去判断 我们把它单就个人论 也不要说谁去依附谁 男左女右本来就有这个道理的存在 那所谓的东四命西四命 那个我告诉你 那个最好听听就好 这个跟门派没有关系 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必须要能够解释的过去 也许那个是科学所证明不出来的 但是你要合理 这才叫真的风水 而不是说去怪力乱神 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双人床 除了男左女右的睡 还有旁边的柜子的一个摆设 还有那个桥接 如果你的柜子不够大 你买两个相同的柜子 把它并在一起 它中间那个缝不要出来 它就不会有所谓的刀切面的问题 那我们去买双人床的时候 通常是不是旁边都会附两个矮柜子 有吧 对 床头柜 床侧柜 放台灯那一种 对 记得 那个柜子要比你床的面 低 要比它低 低到什么程度 你睡下去不会看到它 可是它上面可以放东西吗 你放东西是可以 但是不要去放太 太过会动的东西 可是像灯它算会动吗 其实它有电流 对 它电流在跑 我坦白讲并不是很赞成 对 其实有电的东西 都不太适合放在头附近 没错 我现在在考虑 所谓的附近大概是多远 因为像现在很多人 都会把手机放在床头 那个更惨 我都放旁边 所以那好可以 那我就说那我不要放床头 结果他说我已经离这么远了 不算 结果还是算在里面 那所谓不要靠近自己 大概是多远的距离 才叫不要靠近自己 那个要去科学验证 而且每一支手机 它的播屏都不一样 所以原则上 我一公尺应该就不算附近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在外面租房子的话 叫你不要放在屋内的话 是不太可能 对啊 不放屋内不可能 你尽量就把它放在书桌 或是怎么样 不要去放在自己的床头 可是我睡觉的话 我一定关机 因为我觉得睡觉 磁场影响可能会更强烈 尽量不要去放在床头 因为头是接收频率的一个总部 包括你的眼耳鼻舌声 都是在头部 结果你发现你都没有放在床头 奇怪怎么还常常头痛 原来是隔壁 他就放在你头部 一排放在那边 还有扩大机 这可能有点美道 可是我之前有听说 这是科学 他说你的插座 不要放在头附近 这是绝对 哪怕你没有插插头都不行 这应该跟你 应该是你不要靠着插座睡吧 你怎么可能把插座放在 可是以前有些 他会把插座坐在床头柜上面 不过冷气机 冷气机孔常常在那边 闹钟也算会动 那也不能放在头旁边吗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 还有一点 你刚刚健豪你有提到 插头 插头因为它有电流 电流它一流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磁波 没错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了 因为现在在外面 很多年轻人他们租套房 刚刚除了那几点 就是柜子啦 床要靠 就是单人床的话 床要靠左 躺下去的左边 那你还要注意一点 你的床头不要去靠在 厕所那边 就你不能睡在厕所隔壁 然后头又朝他这样 除非一个状况 真的空间不够 没有办法瞧 一定要靠那边的话 记得 厕所那部分 你先去看一下 它水管是不是跑那面墙 如果水管是跑那面墙 我告诉你 你先没路 你就这间不要走去看 这就是我以前老师常常对我说 你头上跌倒 因为粪水都从你头那边流过 因为水流动它会有所谓的音波 可是从侧面可以吗 你说 比如说我不是头朝着厕所的粪水管 而是我的右手边或左手边 或脚底朝着粪水管 右手边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只能靠左边 对不对 如果你是左边 对 有跑那个水管 是 它 跑的是整面墙 所以相对的 它到头部这边 它还是会有影响 也还是影响到 还是会有 那OK 那就还好 那如果说这几点你去把它注意到的话 再加上我们比较有概念的就是厕所的门 对 套房 对 不要去冲到我们的床 这样就OK了 很多都会去冲到床 尤其现在套房 为了省空间或什么 就记得时时刻刻要关门 或者是把那个马桶盖要关起来 晦气 对不对 这也许是安慰自己的一个方式 多多少少会稍微减弱 减少百分之三percent 就跟刚刚讲小朋友睡双人床的心态是一样的 用爽度去克服 所以这个我们不管以后买新的房子也好 或是你去外面租房子也好 你有这个概念 你这个概念有 每一个人这种概念有 房东他不好的房子他就租不出去 就不会租到那个前面有粪管 的房子吗 没错 然后租出来 没错 那房东他就会去研究为什么我租不出去 他是不是就会去改变 他可能会卖掉再投资下一只 有可能 把烂摊子留给别人 不过就是慢慢的去让这个社会有所改善 因为 可是他就会便宜卖给穷人 然后穷人就买到风水很烂的房子住进去 渊渊相报何死了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他慢慢就了解不能这样 要改 对那个恶性循环的力道就越来越低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和到底是适合头朝墙 还是脚朝墙睡 当然是头啊 头靠墙 要有靠 你不能没有靠 头没有靠浮在那边是不好的嘛 对不对 没错 可是如果你有床头柜呢 会不安稳 脑神经会出问题嘛 对脑神经它会比较衰弱 那如果有放个东西挡呢 比如说有个床头柜或床板这样 你挡的 你为什么要去挡 是不是代表你后面有可能会走动 或是有个空间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真的是头一定要靠墙就对了 对 你才会安稳 因为我说了 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磁场 它的集中点都是在你的脑部 是 所以你的脑部要 就是要顾得非常好 宁可你的身体坏掉 也不能脑部出问题 是 那另外呢 我们再 还有一个重点 我再讲一下 当我们睡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他套房式的嘛 他都会把电视摆在他的床角 对 床底 刚刚好 线上朋友 线上朋友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睡了半年以上的 麻烦女孩子去检查一下 看你的子宫 有没有肌瘤 90%以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90%以上 可是套房没办法避免 那你套房电视要放的 你尽量放你睡下去的 左手边那个方向 左手边 可是那如果电视是打 直接朝身体呢 就是那样子最惨啊 对我的意思说 从脚底喷过来 跟从左边喷过来 左边那个没有关系 喷也是 比如说我放在我床的左边 你不要靠头太近 所以不能朝脚底 左边是我躺下来之后的左边 还是这样子的 躺下来的左边 躺下来的左边 左边那个方向 哪怕对着身体也无所谓 他等于没对到身体 如果说空间真的不够大 尽量不要 所以还是尽量不要朝人喷就对 对 那是因为你电视太大 如果真的没有地方可以放 那还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但是这种是次要的方法 不过确实是不容易 因为你的床已经靠左边的墙了 你怎么把电视机还可以再放到左边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它靠右边的 反正不要直接有照射到自己 最严重的是什么 最严重的是你躺下去刚好是 就直接舒服的看着那边 电视的高度 电视的高度和你床的高度是一样的 那个百发百中 那如果低于呢 床低于电视 床低于电视 我就说了 这是次要的一个解决方法 你可以现在不是都是液晶电视比较多吗 对 架高一点 你把它架高 不要跟你的床平行 那投影的是不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投影没有这个问题啊 投影它根本就不在那 因为它在背后啊 投影更惨啊 在你头上 对啊 你家人不要躺在 妈的什么东西躺在下面都很矮到 那你刚刚讲到说 一个习惯27天以上会改变 那刚刚讲坏的风水嘛 那我们有的时候出去住宿啊 或到朋友家寄住一阵子 那可能他那边风水就是很差 但是可能只是短时间 只要不超过几天 其实可能对我们的影响是不会很大的 你不要同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这个首要是不好的地方 你不要住超过一个礼拜 最好不要三天啊 是 因为这种风水的一个影响和改变 最快七天嘛 可是如果我七天之后我就离开了 我就会恢复正常不是吗 你就会慢慢的恢复 所以又再花七天慢慢的恢复吗 这个要看个人的体质而已 那我应该是七小时 慢慢的恢复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为什么饭店有饭店 你常常听到很多灵异节目 那边在讲的 好吧 姑且不认他真或假 你觉得是个好习惯 进去敲敲门拜访一下 没有关系嘛 反正没有害人 我都照做 不为过嘛 那不好的磁场 像刚刚宇飞所讲的 不要住太久 饭店常常也会闹鬼 这是也实有所闻 就好像那时候佛祖 有一个信徒问佛祖说 帮他救救他先生 不要让他先生死 那个佛祖就跟他讲说 可以 佛祖选神通嘛 你不能说 你拜托我的事情 我没解嘛 对不对 他就说 你去找七户人家 没有死过人的 那个那户人家 你找七户 然后呢 跟他要一点米和水 水米水米 结果呢 那个妇人呢 他就绕了全村全镇 回来最后 不可能有哦 告诉佛陀 告诉佛祖说 我一家都找不到 他说 佛陀就说 你当然找不到啊 哪一家没死过人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自然 这是这个道理 所以相对的你去那边 偶尔住一下 是不太会有影响 但是不要住超过太久 因为久了你就好像 融入到那个环境里面 你一定会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 百分之百 然后在外面 我刚刚要再强调一点 就是电视的这个问题 千万不要去尝试 把它放在你的床 床尾在那边看 好那你刚刚讲到最后就是 电视手机 还有哪些东西 是我们现代人常常会 不小心 或者是放在我们身边 睡觉身边 诺博克平板 对啊 反正只要有电流的 我觉得有 我觉得灯是大家都忽视掉的一点 我觉得灯也是相对性 应该有影响力的 是吗 尤其是现在省电灯泡 跟LED 你说台灯还是 就以前我们是巫师灯嘛 就我的感觉啦 它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东西 那现在开始省电灯泡 里面有一些IC啊什么的 甚至是有毒气体 然后跟现在的LED灯泡 又充满的频绿色啊光谱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会不会 告诉大家一下就是 灯会对我们的房间有些 或者房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灯对我们的内心层面 意识层面的影响会比较大 是 所以你说 现在照明的部分来讲的话 有没有 其实比较不那么的care 只要说 你的灯 不要直接就挂在你的床上 有没有 有一种艺术灯 是不是吹下来的 是 刚才有灯讲 有没有 那个你看起来像什么灯 手术灯啊 有没有 有那种法式的 法式那种吊灯 有没有 你可以吊在房 就房间的别的地方 但是千万不要 正对在你的床上头 你好像睡在手术室一样 像以前你喜欢吊扇 对 吊扇也很不好 非常不好 你是指在房间里不好 还是在床上不好 在房间里也不好 我记得掉扇其实是一个非常 在床上是最差的 所以在眼神 所以掉下来会k到人 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 因为你看他转 你不晕了吗 可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看他转 虽然我没有动在床上 但是你的意识会知道他在转 会感觉到 这是意识 所以记得 新闻夫妇生了小孩 把他放在婴儿床上面 不要掉这个东西 在那边转给他看 没有这个后面这个孩子 很难教 他注意力非常不集中 很幻散 对 就掉一个平板 所以我这样 我公司里面掉掉扇也不好吗 如果我要装的话 你要掉掉扇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以前掉扇是用在大的空间里面 所以欧洲他们会这样子放 对 所以这个掉扇是从欧洲那边传回来的 传到台湾来的 那是因为空间够大 挑高 然后大部分是在客厅 房间几乎不会有掉那个风扇 欧洲还是有 我出去去的时候都有看到 当然他们一定是在离 床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那个是认为是一个习惯 一般人家都会装客厅 因为那个风扇大部分是用来装饰 还有打气用 对啊 就让空气 所以CP值很高 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在房间 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 因为即使你不会去看它 但是你的意识里面已经随着它转了 这对睡觉的品质相当不好 房间要睡你就好好睡 除非你是在外面租套房 否则房间就是让你休息 睡觉 养精蓄力的地方 拜托 你们这些年轻的就好好睡 不要说我边睡觉 我可以边上网 我可以边看电影 边睡觉怎么边上网 看到睡 太假的 对啊 看到睡 很多人啊 而且我们这种看欧美剧的会觉得蛮酷的 然后每次那个电影都在那边 然后自己在那边睡着 我没有办法 有声音我睡不着 那你跟我父亲那一辈有什么两样 没有那不是我 那是他啦 我父亲那一辈就是坐在客厅里面 看三台看到睡 看到出现 没错啊 就坐在那边 那就看着电视睡觉 结果是电视在看他睡觉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只是换了个方式 是notebook在看我们睡觉 那这个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吊扇适合在大空间 然后挑高购 不会产生压迫 跟很明显干扰的前提下才适合装 对所以客厅比较常用 或是工作场合之类的 那工作场合要记得一点 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常坐在办公室的 你如果挂那个吊扇 那个吊扇它对光线的折射会有影响 它会一晃一晃一晃 是啊所以我看我都有建议很多人 你那个吊扇一定是要在照明的上面 不然你光是看它在那边闪就晕了 其实也没有用 是不是有一些吊扇 它下面是不是有灯 对对对 上面吊扇和灯是灯不转 上面转 对 转到后来灯都会这样 没有我曾经有一次不小心装错灯再转 对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你知道 建豪你本身你是个导演 你有在握那个摄影机 你应该知道啊 我们在打赏光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常都会往上面打 对啊 在折射下来 是是是 你一样啊 你一个风扇挂在那边 下面是灯 虽然乍看之下是分开 它还是会上去啊 它是不是一样它的灯 它的光源是会上去再下来 你说会不会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看到 而我们意识会意识得到的原因 因为这个反射是我们感受不到的光 其实坦白来讲我都不赞成 我不赞成这样子搞 所以你是反对吊扇派 不是反对 因为我说了 它是为了要让它的空气流通 所以我说了客厅可以装 你不在那边睡觉吗 而且现在要让空气流通还有很多方式不见得要搞这个 可是我真的觉得吊扇CP值最高啊 我会想到吊扇是因为 我不是这个聊到要去看房子吗 那个挑高超高 我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么大的空间 我光开冷气就死定了 所以我在想说 至少到夏季的时候 我装个比如说三四只大吊扇 因为它天花板超高嘛 然后整个空气流通就会比较好 然后再配合地面的这样 应该可以省掉冷气的费用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你如果说要把这个CP值提高 那尽量你就要去再去克服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折射 产生的意识的洞 风扇的洞的问题 你要把它解决掉 对你的员工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有啊这点我有想到 我觉得就吊扇配锤灯应该就还好了吧 因为扇在上面光完全没上去的 只适合弄在无管里吧 就是比较不是定向的人 因为它会让人家心境比较没有办法平稳 就比较浮动 是喔 会比较晃神 那跟你开电风扇那意思不是一样 电风扇你不会看到它 怎么会不会 电风扇你在水平 我告诉你 吊扇反而在空中 电风扇是平吹的 是 它吹的是你的身体 对 那是吹是头 你的吊扇是 其实光源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 它是让你的视觉 是 这个视觉 是很难去医治的 你吹电风扇感冒 它会自然好 是 但是当你因为视觉 或者是听觉受到影响 而干扰到你的脑神经 那是最直接的 因为你的视觉 后面就是脑袋 眼睛后面就是脑袋 耳朵中间就是脑袋 那影响是最重的 那刚刚雨菲提到电风扇在吹 那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些风切面 壁刀 是 除刀 壁刀 天斩煞 你都可以去用电风扇去做实验出来 那个就是风切面的原理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好的风水 是 就像电风扇吹出来的气一样 是 当它是舒眠的那种气流的时候 你吹起来很舒服 对啊 就像现在很流行那种什么 自然风风扇 就强强弱 跟那个大 大 没有 不是强强强 跟工业就是不一样 没错 你就会觉得它真的不是那种 很硬的给你风 它就是强强弱弱在微调 风力 就是球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它就一直维持在那边 你说的是那个吧 气流循环扇 对啊 气流循环扇 那个就是所谓的风力学 其实风水里面它包含了风力学的这一块 当电风扇一直吹你的时候 其实它也在无形之中 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游离电子往你身上吹 你的游离电子因为它是让你有感受得到那个风的力量 所以当风打到你的时候很多都会弹开 但是也有一些是会跑进去的 就阳弹开阴进去的 没错 所以相对的 当你常 譬如说好 你习惯车你 用电风扇吹你的侧身 左侧好了 就中风了 不要说中风 风湿啊 风湿会很容易就出来 那在科学医学上的一个解释就是说 因为你长时间让你这个关节的地方 太变凉了 它温度不够 产生的一些病变 我之前听到另外一个说法 给各位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听的这是比较 我们一般从小听到大 那我前一阵子听到日本研究学家是说 因为你的内外温度不一样 导致血管啊 收缩也变得不一样 因为外侧 比如说你躺着的时候 下面是温暖的 然后你外面被冷风吹 所以你一个肢体上面有内外温差 久而久之 血液循环不顺畅 就会更容易造成这种问题 这个就是科学 这是被验证出来 我们一开始讲的 很多科学是从哲学拿出来 单独拿一个哲学的问题出来 研究出来做成一个报告 这叫科学 被验证 这个也是一样 以前人家中医常讲风湿风湿 但是西它一直在证明什么叫风湿 我只能说你是官阶炎 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 为什么讲风湿 原因在哪里 日本人把它给证明出来 也许以后可以证明的更详细 没错 这个就提到一点了 其实真正的中华文化的风水的一个传承 其实本来是保留在真正传承 最原始正统传承过去是传到日本去 现在是从日本 就是在光复以后 传回来台湾 因为日本打输了 其实他那时候真的是有想要建设台湾 连地下铁都计划好了 他连易经风水大师 古代留下来传承下来的 从我们唐山这边传过去的 他都把它带过来台湾 所以保留在台湾 这是正统的一个伐脉 但是日本却反而在这50年 因为光复也很久了 他们在战后的这些日子来 他曾经兴起 现在又衰弱 因为他们很多人 已经舍去掉这一块 再举个例子 为什么日本战败 为什么可以复苏的那么快 就是因为他们利用 所谓的易经风水 去建设他们的都市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东京 日本是这样子起来的 他是利用易经风水这一块 重新再建国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就是说 要把这个发扬光大部分 再传回去给日本 就是这样子 博爱 连日本都要救一下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风水与人生 其实风水这个东西 真的是聊不完 应该还有之后 陆陆续续 可能有一些新闻事件 或有一些状况 我们可能会再继续的 聊风水这一个区块 我也建议 就是说在线上收听的这些朋友 既然知道 我们的频道 有在讲这一块 你有什么问题 其实你可以来留言 对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我们真正的来了解这一块 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 来改善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安居乐业 不奢望去赚大钱 但是至少活得快乐 能够安居乐业 这最重要 也是 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 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要传播出去 而且是正确的资讯 所以现在人真的是 有没有人讲不太注重 有些东西又觉得 这也是贵族化 只有有钱人 可以去 一般人也可以 一般人连饭都吃不下去 刚刚讲这些风水的概念 你一毛钱也不用花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 将这个普罗大众到 我们这个甲吉平户 都可以享受风水的好处 所以大家马上把你 房间里的电视 还有手机 笔电 通通都寄到我们这个地址 对 请寄到我们的公司位置来 我们帮你来承受这个业障 对 对 好 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件事了 谢谢准备来宾 准备好 谢谢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下个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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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湘明摇耳朵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豪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雨飞 对今天呢 我们要先从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开始 但是我们一开始还是要介绍一下 今天的特别大来宾 Cavin 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语飞 今天呢 在这个新闻上面看到了这个日月神教重新这个发工 的状况 而且并且害死了一个年轻人 对 年轻有为的模范生 对 这个针对这一点 于飞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之前忘记看哪一本书 好像叫做人人都是通灵人 然后他里面 我忘记是哪一个老师还什么 反正他那个老师是达摩那个派系的 然后他就讲说 在这一个时代 会越来越多人假借宗教的名义 不管是骗财也好 骗色也好 或者是成立教派也好 那他是说因为天体的运行 就像人家讲说 2012世界末日 他说其实那个所谓的世界末日 是人其实很多的潜意识或是什么 是重新再次的被开发 所以有很多人会越来越开始崇尚灵修 那我们从物欲时代开始 已经到顶峰了 其实2012的世界末日 他是说是那种物欲的末日 所以你看像什么比尔盖茨 或者是巴菲特 他们都是破产 就是要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给捐掉 然后他们可能在他们离开的人世间的时候 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心灵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心灵的东西正在起飞 同样的就是有很多这种人就出现了 那有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是 好像似乎有这么一点点神通 但他就用这个神通也许会去骗人 有的人会用神通去帮助别人 那我们就很难去拿捏 就是你要有智慧 如何去分辨什么样的神通是对的 是不是骗人的 是帮助人的 什么样的神通那些人是在害人的 那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日月神教 他应该有一些神通 因为我有看他讲说他们在做的修行 反正就打一样打坐 气功 这些东西好像也都OK 但是如果你把它走向偏颇的 那我觉得就是变邪教 因为不管是亚洲方面的 或者是西方的宗教 我以前就也听过 就是类似天主教基督教这个教派的 然后他爸妈就是信这个 信得很火 然后就叫自己的儿女去信 那儿女不信 就可能爱玩 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他们想要信的是道教 想要信的是佛教 那那个教派就会告诉他的爸妈说 他们是魔鬼附神 那我就觉得这就算是一种邪教 是啊 这是一种洗脑的感觉 Kevin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部分其实宗教的影响力 自古自经都有 而且不是只有现在有这个问题 你去翻阅历史书籍 哪一个时代 他没有这种所谓的宗教的一个叛乱 都有 好像刚刚什么日月神教 神功护体 刀枪不露 什么白连教啊 有没有 其实都是有借神佛之力 来斩自己的威风 其实灵修是一个很危险的 一种羞耻的一个方式 你到底你所见的 你灵修 因为常听到很多灵修的人 他们会说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 你真的看到什么吗 那应该自己精神错乱 也许有的人看到的是正灵 有的人看到的是恶灵 正灵有那么容易让你看到吗 高灵 高灵 那是惨妇 甚至有一些 有很多神佛 根本他没有来地球 他也不来地球 好像有一尊神 现在人家有在拜 那个我就先不提是哪一尊 现在人家有在拜 从来没来过 他从来没有来过 他的真灵从来没有来过 那这个神怎么会让人家知道有这尊神呢 怎么让人家知道有这尊神 如果依东邦向我们中国的这一部分 来做传言 其实神佛都是由人修行而成的 包括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那像耶稣 他也是由人转圣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来成佛成圣的 所以你要透过这个灵修 你到底是让人家用这个 用你的身体来做修行 还是真正你自己在修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身 对 然后呢 你再让别的灵 你说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 来借你的身体 来度众生 来办事 你没在乎 你自己都有 好不容易有这个身体 不好好的修 而去让这些人家来 这些灵来依附你 来做修行 你白费这一生了 所以有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 疯掉的原因在这边 因为我觉得今天 我们现在刚好是一个 三国鼎立的状态 因为宇飞是西方嘛 然后今天老师是东方 我是无神论者 可是我好久没进 我好久没进教他 可是你信上帝吗 其实我全信 所以你也信神佛 也信阿拉 我都信 我觉得只要信 至高能量者就对了 宇飞的这种概念 才是最正确的 因为我们这个 以人为本的这种道理 叫做尊重 你要尊重人家的存在 尊重每一个中道 可是无法 无法确信的存在 又如何尊重起呢 你叫尊重 你不一定要去信他 可是你不信他 又如何有办法 从心里面尊重他呢 你要用自己去判断 如果在你的眼里 在你的心里 他是 他的整体的作为 让你觉得 他是很正派的 你就去尊重他 那应该尊重的是 他们的理念吧 信仰吧 没错 这种感觉 没错 是这样子 很多的这些教派产生的 很多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人为 这当然啊 所以包括这个灵修 或者是 我不是说灵修 因为灵修很危险 我不是说他不好 但是他真的是非常危险 不是每一个人玩得起的东西 没错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神通 对 但是你的 譬如说我们的感觉 就是一个神通 今天我们不认识的人 因为别人介绍 而碰了个面 有一些人碰了个面 我跟他很有话聊 有一些人 你第一次跟他碰了面 好像讲不出什么话 其实我们这个也是神通 就像我们的第六感跟直觉 这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 这不叫神通 这叫什么 因为其实我个人比较特别 就是我的无神论的基石 我曾经在这个 去台中修炼这个 不是修炼 练习节圈道的过程当中 就在差不多国中毕业的时间 有接触到一些这样的事物 那就像我觉得这一种 新兴宗教或是什么 其实我也曾经接触过 而接触过就是周边的环境 有人在从事一些 非常冷门的宗教活动 我称为宗教活动 可是从宗教这样子看下来 包含我自己也有 是因为我有去做过 我有去深入过那样的环境 甚至去做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其实就感觉到 这完全都是一种自我说服 跟一种 我认为这种会比较走火入魔的人 只有两种 一个是极度弱势者 精神或者是实际经济能力上 二就是有钱有闲的大爷 没有什么中间分子会那么走火入魔 一定是有很多的精神压力 不得志或者是生活上遇到困难 他们会比较容易迷信 或者是很深入 有钱人是因为我搞这个 好像很有sense 这个就是一个依赖 一个求助 一个依赖 当他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去设法抓到一个腹板 对 这时候就是一个机会被人家掌控 对 没错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人产生一种依赖 其实也是一种贪念 今天我们不要把宗教 他分成东方或者西方 其实一视同仁 你都可以看到他最原点的一个精神所在 只要你有一个所谓的信仰 但信仰不一定是宗教 你相信一件事情之后 很容易就会依赖上去 而且我觉得宗教原因是因为 他比较无形 我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人有一个宗教信仰 最大的好处是 那等于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道墙 因为每个人会有自信心 我插话举个例子 像宇飞你接触天主教基督教的机会也蛮多的 对 因为我从小家庭是天主教 好 那请问你们聚会的时候 你们在做弥撒的时候 在做祷告的时候 它最主要意义是在哪里 一个 凝聚吗 不是不是 比较像是感谢 感谢嘛 对 对 我参加过一次 然后他们就全场不停的在 我好爱主 谢谢 在表面上 是不是 上帝传这个法下来 要我们学他的好 对啊 这在另外一个层次来看 是我们要去学上帝的好 映入到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观念跟上帝一样做结合 这叫做呼应 相对的在东方的宗教 其实也是这样 佛是在心中 对 也就是说在西方宗教 你也是要把上帝摆在心中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上帝 你有上帝的一颗心 由上帝的心去出发 他去做判断 去做一些所谓的汉人的互动 他都会是正向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有一颗 不管是上帝的心也好 或是佛的心也好 都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而不是你自己用想的 很多静坐 很多他们在打坐 他们都是 外在看起来 他是坐在那边 做调习 实际上 他一直在用他的脑子 在做感应 那非得走火路吗 对啊 以前我就是接触的是这种 对 非得走火路 大脑其实他只是在做一个 记忆的传输工作 逻辑的一个计算工作 记忆的传输工作 真正的主宰是在你内心的一个意识田 心轮嘛 对 心轮啊 对 就是你内心意识田 我们称为意识田 不是这颗心脏 不是不是 这边有个心轮啊 对 那在道教 这边称为八卦 所在里面 这是我的意识田 就是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 所以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是人把它变复杂 从小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学嘛 对不对 学到 什么N次方啊 微积分啊 这一些越来越复杂了 但是到最后 你要念博士的这个论文 却在证明一加一不等于二 又把它给回归回来 所以是人把自己变复杂 那为什么去变复杂 就是因为 我举用词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 就是因为你的贪嗔痴嘛 你的贪念一出来嘛 所以你会把它越来越复杂嘛 就好像你一个人说了一个谎 你要再用十个谎来圆第一个谎 这样子把它double成上去的一个谎 所以去追求所谓的神通 你是去追求什么样的神通 是你自己内在的神通 还是去追求外在的神通 就我觉得像很多人去修行或是怎么样 就尤其是我身边很亲近的人 就到现在还在走火入魔中 他姓了一个法开头的东西 那我觉得今天当 好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这个他们那个宗教当然就会 反正每个宗教一定会提倡健康 不要抽烟不要喝酒 不要吸毒不要干嘛 那几乎在他们那一个派别里面的人 每一个人都会戒烟戒酒戒槟榔 类似像这样 那某个角度我觉得是啦 这是好事啦 至少他去信这个东西 他借了这个东西 可是后来他又偷偷的开始抽烟了 那这就像我讲的很多人 在那边家里面拜拜烧香什么的 然后最后晚上出去砍人 然后回来继续拜 然后你做了什么坏事 你就去做个忏悔 然后上帝就会赦免你 就又重新无罪 这个好像黑道在拜官老爷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你在那边拜官老爷 然后就出去砍人开枪 拜猪八戒 然后就是开妓院跟酒店 就某个角度我就觉得 你好像都只是在把你的所作所为 合理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甚至你在做的事情 都跟你所信的宗教理念 都是背道而驰的 例如说谎 犯罪 从事性暴力或相关的行为 那也就如同他今天自己也知道 他今天必须要戒烟 可是他最后偷偷抽烟 还不敢让其他人知道 就从某个角度下 他就说这是我要修 我要修 讲到后来我就觉得 你真的用嘴在讲的修 你就不是修了 我对这种东西就超火大 你知道 可是我觉得 对啊 现在的人是 凡人为什么是凡人 就是因为他们做不到 那的确我觉得在整个生活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很多 不管是他们信宗教 结果信了以后 你并没有觉得他信了这个宗教有变比较好 然后就觉得甚至他怎么自己会 替自己添这么多的苦恼啊 那反而是有一些人 他不需要去告诉你来信我的教哦 或者是来信这个神佛哦 可是他所散发出来的 你就会觉得他信完以后很幸福 我会喜欢这样子的人 就是你不要去强迫别人 去接受你的什么东西 可是你的好 是别人可以感受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信的是原点 他信的是原 我们最原始的那个点 那个点 其实就是我们用表面所形容的上帝 我们用表面所形容的佛 我们用表面所形容的仙 道家的一个仙 还有圣 其实他是在信一个原点 这才叫做天下一家 这才有办法 所谓的天下太平 我真的是要必须与众心常去讲到这一点 那真的是才真的有修为的人 像雨菲你刚刚所讲的 那真的才会有修为 那刚刚建豪你这边所提到的 我也必须要再补充一下 其实他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逃不出这个所谓的贪嗔痴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陈佛三恶毒贪嗔痴 陈佛知道也是需要贪嗔痴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走过那一环 你没有走过那一环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 不知道民众的疾苦 所以你必须要有那个意识在 你的这个轮一定要把你的智慧给打开 你要有这个辨别的意识存在 你才不会迷失掉 对啊 就像我之前人家说 跟一个男人 到底要跟一个玩过的男人结婚 还是跟一个没玩过的男人结婚 那当然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大家绝对不会认为 应该要跟一个玩过的男人结婚 不过他们有一种说法是说 应该要跟这样的人 因为他玩过了 他知道什么东西会帮他走多偏 所以他等到他真正进入到 一个婚姻状态的时候 他才不会乱 而且他一开始也玩腻了 对 所以人家讲说 林老路花虫是很恐怖的 那个要看时间点 对啊 那要看时间点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逻辑就是 如果他今天他 他只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 非常良善的环境 或者是一个很和平的环境 那他今天他要表现出来 好像一副很高 很像圣人一样 那其实可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他如果他经过了金钱的诱惑 经过了色情的诱惑 经过了各式各样 社会的险恶什么 他还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善 那这样子的人 他才是真正的有修过的 这个还是要小心 这个要呼应一下刚刚贾佑所提的 我在台语有一句话 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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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右手 拿着经典在读 拿着春秋我在读 吃手 打手 做什么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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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好 刚刚宇菲你所提到 这个可能会碰到这个 很多黑道大哥从牢里出来都是这样 我只是说 今天如果一个人是出世在修的 我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要入世 你要看到这个 你不见得你要去体会或者是什么 而是你要真的知道 人世间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不好面 所以我刚才说时间点很重要 我们再把它提回来你刚刚的问题 今天如果一个 曾经很花心 什么都玩过的这个男人 你该不该嫁他 要看他现在什么状况 没错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要看他时间段是怎么样 如果他以前什么都玩过了 你所认识的他是一个不再玩的人 而且是非常稳重 表示他真的有走过这一关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这样子玩 而只是说他跟你保证 他结了婚之后 那就骗你的啦 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一定很重要 如果你是在他玩乐的那个阶段 你再跟他相处在一起 然后步上结婚 我告诉你 他的玩性更大 更大 对 会更大 因为你等于是还没有自己要收 被迫收了 所以你会想挣脱吧 那种感觉 这个意思 这个逻辑大家应该知道吧 对 如果 以前的他是那样子的他 是一个玩事不公的他 到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他以前是玩事不公 这个人就很高招了 你只要再去判断他两个 他 第一个 他真的改变了 因为他悟到贪嗔痴 他走过贪嗔痴的那个阶段 他不再去涉略那些了 他看穿了 体悟了 另外一个就是 搞不好他在你表面上 真是讨厌 堵嗔痴的那种 处理的好也是修道 你这样了解吧 所以他是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 所以领导录花虫 其实坦白讲 他也是有他的道理存在 只是说 我们 譬如说我们的听众 女孩子也好 你再挑另外一半 如果有说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真的要 好好的 去睁大眼睛 思考一下 把自己的智慧要打开 而不是因为 因为女孩子的业力本来就比较高 很容易 陷入感情的时候 他整个都盲目掉了 女孩子的几率会比男孩子来得高 所以 其实很多的一个环节 我们今天有谈到宗教等等这些 其实如果你有学过义的话 你有学过义经的话 而且不是所谓的义卦 那个卦序论的那些 不是学问学理上的 如果你学的是一个应用义的话 你就可以去了解到这一点 因为你可以把义经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判断和智慧 你会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这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顺便提供大家当参考 好 那我觉得两位 对那个前一支以来 每一年都偶尔会出现 很热门的一个主题叫做 阴阳交和 这一点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阴阳鬼扯啊 对啊 这不就是 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啊 这就是上一次讲的嘛 阴阳要和 但是呢 他只利用这个部分的理论 然后把你唬得愣一愣的 它根本就是暗阴阳嘛 暗阴阳啊 对啊 但是被骗的也是傻子啊 就是这样啊 是啊 其实所谓的阴阳 它叫做所谓的阴阳交构 然后常常 这个我已经从年轻就在用 不不不不 常常 字面上被人家给说小话了 其实所谓的阴阳交构 它是用在广办的 也是其实也是《易经》里面的一环 可是交构这个字就是性交不是吗 没有没有 所谓的阴阳交构其实是在 指宇宙 宇宙的这个所谓阴阳二气的一个交汇 可是字面上不就是性交吗 所以我就说了 这个就是我们人把它给局限 人家成 就是有这个名词出来 有这个成语出来 阴阳交构的这个名词出来 其实不是用在这里的 所以其实交构 如果只看这两个字是性交 也可以拿在这边 就跟人是动物 但动物不是人一样的道理 所以阴阳交构指的不是阴阳性交 而指的是这个阴阳调和的一个状态 没错 而且绝对不是性交吗 没有没有 它性交包含其中之一 是这样吗 应该是 不要把它给 局限 局限 其实宇宙所讲的 也是包含在里面 是 但不是只有 但是你要再思考 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这个性交的这个事情 你是去玩女人的这个性交的事情 去 还是 可是当师父说 我们来阴阳交合的时候 他应该就只是要来搞一下而已吧 对啊 这一部分真的要 这个很难说 可是因为没有实际接触这样的师父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他有办法骗到 有人会被唬到 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是说 你身体不好什么 我教你一个配方 回去跟你的老公或老婆 这样子去嗯一下 我觉得这听起来可能 这是个好师父这样 你知道吗 会用彩阴谷阳阴阳交够 这种小局限的这些师父 是 其实他们都会气功 是绝对会气功 就我讲的 其实他们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的神通 如果这个人真的有的话 但是他的气功 并不是要用在展现他的神通 他还有其他的这个意思 彩阴谷阳就有他的意思了 比如说 我不讲任何一个宗派 我只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当男人洋气出去的时候 OK 对不对 OK 他如何不让女人怀孕 就多吃奈良麦的露银干 没有 他就透过他所 他自己所念旧的这个气功 光挡精子不挡精液 没有 没有不是 出去了之后 他回收回来 哇太屌了 这个哇哩嘞啦 我真的跟你讲确实是如此 你是说回收什么东西 回收零 从一样的孔回来 还是回收那个小蝌蚪 全部都取回来 连料带汁然后回贯 连对方的也取回来 这样自己会爆开吧 这气功好吵 这我第一次听到 我也算纵横气功界素食欲载 逆流而上 你没听过吧 我能锁精已经是众人羡慕的必杀器了 你那个层次还太低了 这样子喔 真的他出去回收回来 然后 这个有科学验证过 比如说他打手枪打一打 然后拍影片 然后射精这样散再这样回来 所以他那个是吸尘器喔 因为他 还可以吸水 其实我把一个名词讲出来 就会去迟到了 你说就知道是什么派系是不是 对啦 所以我只能讲到这一点 好不然你麦克风关掉 就远远讲给我们听一下 你先关 做成甘露丸 谁做成甘露丸啊 回收那个东西 做成那个东西 所以你刚不是说他是从那个什么尿道再反吸回去吗 对啊他不是吸回自己体内 可是我们那个地方应该没有办法吸吧 没有用糖光吸喔 所以我就说了 人家的气功是练到那何等地步 OK啦 他刚讲 我知道他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我熊熊理解了 对不对 OK OK 除了去 我连阴 好啦我们讲好听一点 叫阴阳水 我全部要把 可是这也是现气功很高超的 还是有一群 就是纯打炮的师傅 对啦 是连这个气功都不会的 我相信 是啊这是一定的啊 其实我讲到这边 神棍 我讲到这边 已经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因为这个 几乎啦 几乎 在两年前这个新闻都爆很大 你是说那个人会吸吗 还是指阴阳交合的事情 会吸的 这个有上过新闻 那他真的是可以这样放一桶水在那边 然后把水吸干啥 他当然不可能这样子做给你看 他会 最主要就是说 他要从事 所谓的和信徒之间的阴阳交构 可是我可以吸你的阴阳水 那干阴阳交构什么事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就会让人家 就有吊到 因为连我都吓到了 对 然后就会觉得 师傅真的很厉害 有神通 比方 比方我告诉你说 我吸出来的是你的恶灵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信徒可能会被他吓到 会啊 如果会这一招我觉得就无敌啦 对啊 哇塞 我还不知道这一招 听说你刚刚讲那个也有这种事啦 哦 法治背的也有 可是我这个我就没有听说他们有这种高人 我都想拜这种人为师 高人不 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都是高人做的 你说可以吸回来这招 这已经都是失恋很久很久的 我光想到膀胱可以收缩就已经很屌啦 拉K的练这招都有救啦 就每天的5cc来回 所以真正的有一句话叫做 真人啊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确实有他的道理 所以那个像是像笔就对 像 对啊 下面的那个大像 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今天开了眼 没有 开了眼耳界 但是今天他就算会吸 你也都不应该跟他交够 对 没错 本来就是这样 真正的一个正派的宗教 他绝对不会去跟你搞这些 他也不需要去跟你搞这些 因为有太多其他额外的方法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没错啊 这个我自己按着来 你奈我如何 但是你如果要一旦 只要你是用侵犯的 你只要去侵犯不管是谁 你的信徒也好 你的弟子也好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个正派的宗教 这当然啊 这就跟那个有那个神父那个猥亵 青少年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任何一个好的宗教 他确实都会有一群人 坏群之马 也就是在佛教道教里面所说的魔 那这个魔是谁 这个魔其实也是人 是啊 是心念的问题 神也是人啊 佛也是人啊 魔也是人啊 所以我们要修 是要修这颗心 没有其他的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帮你改变 你现在所处的现状问题 由就是风水 今天的主题 风水我要先讲 风水它也是一个辅助 今天你如果得机不够 再好的风水 它都不会有作用 这个我必须要先讲明白 再好的风水给你得 第一个你可能得不到 即使让你得到 它也发挥不了作用 因为你没有那个德性 你没有那种福报 可以去用 因为风水是跟 所谓的虚空结合的 它是透过我们的风水 来和虚空去做一个连接 当你这个人的念头不对的时候 你的磁场 和虚空的磁场 是无法结合的 再好的风水给你都没有用 这个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不要去迷失掉 你想要有一个好的风水 或是说要有一个好的格局 风水来帮助你成就 更成就你的话 你的心才是首要的 心如果错了 再这么好的风水 它顶多不让你生病 不让你出事 包括血光之灾没有 包括你身体的这些疾病没有 它顶多只能帮你到这里而已 但是你如果 是一个十二不赦的人 你继续 因为我有好的风水 我有好的老师 帮我住宅格局这些都弄得很好 我不怕 不然你再看看 你去杀人放火 你去杀人放火 你被抓了你就被枪毙 那跟风水有关系吗 你就会被师父教去教过 那洋洋教过怎么办 就他会吸到 那会吸到 开局门 那个会发炎吧 帮你开天眼 帮你开天眼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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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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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只要是矿物 它都有它的磁场能量在 那你如果 包括电视上一些大师在讲 或什么 你家里摆什么水晶洞 摆什么炎灯 或是摆什么七星镇 你每听一个你就去摆一个 每听一个你就去摆一个 那他的节目如果做一百集 你家就摆了一百个 那就相碰 没有 我只是想要问 炎灯它 我们撇开摆对摆错好了 它在风水上的用途 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吗 还是说那只是商人穿着附会 应该是啦 后者啦 应该是后者 因为炎灯它虽然是矿物直弹 跟水晶那些的原理不太一样 不晓得 你所了解的是怎么样子 因为我 据我所了解的状态是 水晶 因为其实我炎这个东西跟水晶 我真的就是觉得 水晶经过这一种几百亿年 然后经过这一个 各种大自然 地球的高温高压 而且水晶在对我们以前像我也学过一阵子气功什么的 其实水晶对我们来讲就像是一个过滤器这种感觉 其实我不赞成啦 因为当你商人制造这些名词和这些假象出来 去卖给这些消费者 其实你的背地理是在破坏了地理风水 大地之气的地理风水 你把本来 好 这个水晶它为什么会在这边有它的因缘在 有它的因缘在 当你一开挖把这些水晶都挖出来 你反而是造成了这一块土地的一个贫瘠 这就是中国大陆现在遇到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去看纪录片 看见台湾 像南非不是有那个血钻石吗 都是一样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AIDS 艾滋病等等这些 或是无药可医的这些病 包括癌症 其实有很多是在很古远的时代 古远病毒 没有 它是被之前古远的圣人 这些得到的这些圣人 它已经把它封印了 封印起来 不让它再出来了 就例如只让AIDS在猴子的身体里 你没事不要去搞它 它封印是谁都不会得到 为什么是在这近 二十年来 它会陆续的一直发生出来 原因在哪里 因为人类过途开采 人家的封印 也许你看不出来 你一开采一挖开 就好像解了封印一样 那些病毒全部都跑出来 这就像之前淡水河整治传说 对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 而且我最近是有听到一个论调 觉得还蛮那么有一回事的 就是现在不是全球暖化 那个南北极冰在溶解 所以说就担心以前那种远古时代的病毒 然后最后溶解最后砰噴出来 其实这根封印 如果刚刚是讲科学 但是封印的讲法就是 以前也许是哪个神佛 把它封印在地底 或者是可能有一个大自然 比如说像山崩什么的 把一个有病的种族给淹没了 类似这样的感觉 然后最后也是人把它挖出来 有的时候是人在做天在看 你如果逆了天 就是会有一个魔人去把那个东西给放出来 这就是天起 士奇事 但是到最后我们再把它给回观回来 因为是人去把它给放出来的 所以是你自找麻烦 这叫做贡业 是啊 这就是地球总会一直轮回 把人类消灭掉 那为什么会有贡业 其实就是人的贪嗔痴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 没有这样的贪念 伤人怎么会有 机会给你这个 去开发这些东西 去破坏这些东西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没错 对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可是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就像风水 它既然已经是你现在这个东西 大自然一个行程或怎么样 那我们还要去顾它干嘛 我们就反正尬椅就住进去 就这样了 我们还要去注重它干什么 你怎么去住 可是如果我做了什么 改变了这间房子的风水 我会不会也害到别人或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风水勘语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们不能因为利己而去害到别人 就像那个会什么 把东西弹回去对面那一招这种 没错 所以家里面如果说有挂 听一些大师讲什么挂山海阵 或是八卦凸镜那一些的 山海阵听那么多次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可以稍微的简单说明一下吗 就画个山和海在镜子上面 再写一些咒语在上面 哇靠 这样就山海阵喔 没错 好像挡好外面的那个邪气是不是 还有 好没有魄力 我以为要摆个什么阵 然后要有什么代表 山什么代表海 麻烦喔 那个都千万不要去挂它 然后用手指点个火之类的这样 没这回事啦 不要讲那么大的啦 上一次讲到这个卧室喔 卧室当然是我们常常待在里面 蛮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的风水上 办公室的座位上 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跟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吗 不要有吊扇 哪里都不要有吊扇好不好 这是绝对的 这上一次已经讨论过了 我超爱吊吊扇的 光是办公室来讲的话 你把它很简单 因为 其实跟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房间 我们住的这个套房 其实 你把它看成是同样的 这个大方向 因为我们在空中没有办法去 说明得很仔细 你只要大方向守着 第一个 你不要让你的办公室 如果你的办公室里面有厕所的话 或者是里面还有内门的话 你不要去充射到你的门 那办公室 因为有些人办公室里面 还有一个小休息室 有没有 那个千万不要 那什么意思 千万不要 不要有休息室 办公室里面再有一个小休息室 就是不要再隔一个空间 那个叫做金屋长交 那不是听起来还蛮优的吗 蛮优的 你如果结了婚 两个夫妻一起奋斗一间公司 这好像很多房仲业会这样 房仲业一定会有个员工休息室 就其实很多公司都会有员工休息室 员工休息室 休息室就休息室 它是一个独立的门进出 所以你不要从A门进去 再进B门了 所以家里面像有一些大户人家 他在主卧房里面又辟了一个所谓的更衣室 听起来很酷啊 很棒啊 很酷哦 国外都这样啊 有钱人才办得到啊 好吧 你去把它统计一下 住这种房子的外遇多不多 所以搞不好老外是故意要这样子的 从我的工作室开个门进我的私人房间 千万不要 这样艳遇是不是就会比较多这样 那你也会搞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整个气流思想一定会这样子有所转变 这么给你到哦 让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遐想念头出来 就办公办到一半就要进去办一下私事这样的感觉 对 就大房包小房啊 二房嘛 对 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好啊 这个是提供各位参考的 因为这个是很多台面上的大师 他也有讲到 所谓的大师啊 他们也有讲到啦 那这一点坦白讲是真的是如此啦 但是重点在科学风水上面来讲的话 重点还是比较着重在于刀壁啦 或者是说那个我们的梁柱的一个充色 还有灯光的一个摆设 不要去摆在自己的头顶上 还有刚刚健好你所提到的那个 吮扇 吊扇不要去吊到自己的办公桌上面 那个都是很危险的 那像上一次讲到那个床边左边要有靠 那办公桌 因为现在很多是合在一起的好几个人 然后隔板的那种办公桌嘛 那是不是也要左边有靠那个位置是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如果有请人家过去这个办公室看的话 那个这些老师们应该都会告诉你啦 如果真的你的办公桌要靠的话 你尽量是靠在左边没有错 坐下去的这个 坐下去左边的墙壁 对你要靠的话就尽量靠那边 为什么其实很简单 今天你如果右边靠着 你的办公桌又不是那么的大 那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这关系就很重要了 大部分都是右撇子 都是右手在写字 右手在干嘛 右手在吃饭喝茶 拿筷子拿汤匙 如果你的右手边去靠在墙壁上面的话 你会卡卡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撞到 那你不顺的情况之下 你的脾气就一定会上来 情绪就一定会上来 这个叫虎边抬头 原理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如果今天是那种 很多座位的那种状况 我左边有人 那这样算不算左边有靠了呢 他很多座一直拼接的 那我右边 那个要现场看 那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在这边 但是如果就说 还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不管你的办公室 你的办公位置是如何 第一个 不要有门 办公室的 譬如说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 它可能会有 这个小隔间的门在那边 不要让门去充射到 任何的一个位置 就是门的正前方不能有座位 对 除非你用 不管正面或背面吗 你的背面如果说有人在 有一些 像在大陆有一些 他们场地大 他们的格局都很奇怪的格局 然后有很多的座位 办公室的 他们写字楼的员工的座位 后面就是有人在走来走去 他们的一个理论就是说 我可以看着自己的员工 在做一些什么挖沟 但实际上 即使他会做什么事情 会上网玩也好或是怎么样子 你让他不光明正大偷偷摸摸 他反而在工作的时间 他会分散 因为他要注意我后面有没有人走 我后面有没有被监视 你说他会专心工作 会玩他就是会玩 那你就好好让他玩 他玩完了他自然会赶他的进度 他也好好会帮你工作 那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除非不然你就不要用他 很简单 如果你搞个他的位置坐在那边 然后后面有人在那边走动 我告诉你 即使不会玩的人 他也会神经衰弱 他也会很分心 因为他随时都会要去注意 后面有人 我的老板会不会从后面叫我 这是很自然的 会不会感觉人在后面偷看 像我的习惯就是 我后面绝对不能有人 我以前宁愿是靠墙坐 我也不要像我现在座位这样 那因为现在是我私人空间比较没差 可是以前只要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我绝对靠墙坐 因为背要有靠 第一个你的身心灵会比较安稳 这是很科学的 很心理学的 你有靠 你就会做得很安稳 你的所有的思考 你所有的想法都会比较集中 然后也会比较细腻 如果你没有靠 我房东房西 房到最后 你没有一件事情是想得好 或是做得好的 这是很自然 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上 在上个礼拜我才提到 就是说 其实 那个所谓的心法 液晶风水这个心法 它包含了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医学也好 磁场学也好 电流学 电子学 物理学 化学等等这些 完全都是包含进去 它是非常科学的东西 千万不要去怪力乱神 那我现在来问一个那个 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最直接性的帮助 不管男女老少 全部都用得到的就是 柴位在哪里 上面要放什么 柴位 柴位不用放什么 放干干净净的就好了 可是人家不是就会有一种 就放个聚宝盆 有什么几块钱 或是买什么股币 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比如说回到家 就朝里面丢一点零钱 你觉得有用吗 就 这个原则上 九成九 只要是搞风水的人 几乎都说有用 好 那确实你有沒有去验证过 我没有机会验证过 好 那你看可不可以 就是你如果有朋友 是 我想在线上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 如果自己有朋友 是 曾经有老师教他们摆过这些聚宝盆 等等这些 我不能说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摆对位置摆错位置 那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所以你今天要告诉我们摆对位置 那个 跟每一年都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这么奥义哦 对啊 而且在一个格局里面 你如果用悬空爱心下去算的话 它不一定会是一样的 在同一年里面 因为我以前听说的是 比如说在什么 你开门的某一个对角线的位置 那个就是 那个大致上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死角 不是死角 它就不会有所 它就不会有所谓的那个 灰尘的一些问题 如果今天你 你的柴位 它绝对不会是一个 会积灰尘的一个角落 那它是一个很光明面的 去抓 这样子就对了 那我们 有没有一些 一般人可以稍微 判断一下的依据呢 你看哪边顺眼 那边就是柴位 你看哪边最脏 那边就是死位 这个难度有点高 不会高 只要你脑袋保持清楚 那是以 从外面进来的那道门为主吗 只要是门 你都可以这样子去做判断 只要是门 那所以您的建议是 其实没有必要摆去保盆吗 其实坦白讲 我不建议说 把家里摆得乱七八糟 可是如果漂漂亮亮的这样 你如果觉得看得顺眼的话 那当然对你有帮助 因为视觉的一个传达 它对人的一个心念的影响 是相当重的 它成分相当高 包括你听音乐 听哪种音乐 你会觉得很爽 这个也是一种传达 也是一种风水的 一个音频的一个传达 所以在佛教里面 有所谓的一个宇宙的共鸣音 三种音 这是宇宙里面所隐藏的三种音 这三种音它是可以产生一个共鸣的 也许你刚开始听你不会很正 但是这个音啊 有没有给你一个震撼力在 就共鸣啊 很有力量一个power的那种听觉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色身相畏处的 里面的身的这一块 我们的五蕴嘛 五蕴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五宝 色身相畏处 这五蕴是每一个人的五宝 透过这五蕴 就是你的神通 所以神通内在发 不是从外求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柴位 不是说我不告诉大家 而是它无定数 所以这个在门的对角线这个逻辑 不准 很不准吗 没有 你大致上可以用 因为门进去的一个 不管是左边的对角线 或是右边的对角线45度 它只要你这个门是会有静光的一个门 静光的是比如说太阳光 不一定是太阳光 它不会是阴暗的 譬如说坐北朝南的这个五象 它太阳要进来比较不容易 对 那难道它就是阴宅吗 不可能 但是它确实会长风俱起最好的一个房子 这个坐北朝南的这种房子 那只要你一开门进去 你的对角线 它是让你觉得它是很光亮的 代表这个门是会进气会进光的 那个位置你就可以摆 因为你看得会舒服 因为它那边不会让你害怕 因为你一开门进去 那边就是最亮的 它不是透过灯光照射的亮 而是让你的心念感觉 它那边是光明的 你就摆 所以左边右边无定数 讲到亮我想到 就是现在的大楼跟大楼之间的距离 是越来越近 所以有的人他为了隐私的问题 可能家里都用百叶床把它拉起来 要不然就像这样用黑玻璃去挡住 可是这理论上感觉应该是不对的 没错 那如果我在家里 其实我应该是把它让光源尽量进来吗 所以你要记得 现在盖房子的这些建商 它不是在积幅就是在造恶 很简单的道理 像有一些建设公司 他们都会有专属的这些老师 在他们的建案里面去做规划 对 他的东西就是好卖 有一些我该怎么样 占地为王 我能够盖多大 我就尽量盖多大 甚至容积率去把它纳入进来 我本来只可以盖10层楼 他把它盖到16层 他可以多卖一点吗 对不对 但实际上他反而不好卖 为什么 因为整个空间不舒服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风水的关系 当人 第一个你的大区域 人对于你这个大区域喜不喜好 喜好程度如何 然后再 他如果喜好程度OK的话 再进入到你的这个建案的小区域里面 再来看 很多人过去看 但是你就是迈不出去 为什么 一大区域嘛 很多人都会去看这个大区域嘛 但是进到这个建案里面 很多人进去看 但是他都不买 都无法成交 因为他感受不好 其实我们在买房子 除了投资以外 你会去干 你如果说自己要去住的话 你会去先感受 对啊 这一定的 这个说不上来的 你也不会去跟这个sales讲说 我来看感受的 不可能 就边谈他自己会边感受 所以有很多人 心念不正确的情况之下 他进去看 搞不好去看这个所谓的 预售屋 他就盖了一个样品给你看 他就买了 因为他被迷惑了 对啊 没错 所以我会建议说真的要买房的话 实体屋 对实体屋会比较OK 第一个你比较接近所有的实体的这个价格 第二个他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你都还看得到 因为样品屋太多唬烂的啦 我以前有个学生他也买预售屋 其实我一直都不推荐人家买预售 就除了便宜之外 对 那 预售屋没比较便宜 以前啦 以前预售屋比较便宜啦 还是没有比较便宜 然后后来他遇到的问题是 他不是有那个 比如说天花板有多高吗 签约签下去嘛 就他去了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而且他告不了他 因为 他是连地板的厚度都算进去 所以最后他上面他是楼中楼 上面那一層他只能爬进去 他连坐挺都不行 因为他跟我一样高 所以他连坐挺都没办法 超惨 而且所谓的那个夹乘 那个是违规的 违法的 你也告不了他 因为你违规在先 他交屋给你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隔间给你 不会隔这个所谓的楼中楼给你 夹乘 他不会隔给你 可是夹乘屋不是也有合法的夹乘屋吗 那个好像是时间 不小心是民国几年前吧 几年后 所以现在新房子都没有吗 那个是违法的 而且按照上一次Kevin所说的 基本上住夹乘屋都不好吧 就是那个你说压迫啊 可是如果高度够就好了 高度够 应该也不会比你那样子好吧 两百一两百二还好了 如果是夹乘的话 你要再夹乘你要挑高至少要四米三 四米二四米三以上 差不多啊 以上喔 你如果低于像之前不是有那个三米六的 有没有 三米六不行啦 别玩了 别搞了 我算过我自己感受一下就是其他两百一两百二就OK舒服 所以你这样加起来你至少要四百四四百三啊 对啊 一般我们单层 我们单层 以前大概三四十年以前的这个房子 他们的高度 每一层楼的高度都大概抓在两米七 像我这一楼已经算高了 我这三米七 这个三米七嘛 所以多人家一米 对 那一般像那个公寓有没有 现在的三层楼四层楼 现在越来越矮啦 对那个都越来越矮 以前是都蛮高的 就是天花板一架起来都大概还有两米七 天花板架起来还有两米七 那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有所谓的健庇率还有容积率的问题 对啊 它干嘛帮你盖那么高 我钢筋还要多用一些 对啊 对不对 我容积率 我盖那么高 我容积率就变小 因为它容积率的算法和它高度有关系 它是一个体积的一个计算 那当然我帮你盖矮一点 我就可以多一户多两户 多一层多两层多三层 就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它容积率一样 我给你那么高我亏到 这就是商人 对啊 是一定的 我感觉还在跟人家讲坏话 不要啊 那大家挑房子懂得怎么挑 对没错 所以最简单 因为我们在线上这边所谈的最简单的就是有关这个闭刀的一个充舍问题 你尽量去避免掉 那比较容易在线上可以谈到就是有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床你要靠哪一边睡 那今天宇飞你所提到这个办公室的这个部分 那确实它是复杂度比较高 我怕在线上讲人家听不懂 那这样好你这边所提到的财位的部分 每个人都贪嘛都想摆财嘛 所以哪一个大师怎么讲他就怎么摆嘛 你摆看看你去验证啊 对不对 那这个聚宝盆真的要按照那个规格去放 还是其实你只要放一个象征性的物体 规格就是我要卖你的啊 没有规格他有的时候就是跟你讲你自己准备个什么 一个十块钱铜板一个五十块钱铜板 那你认为在线上听或是看节目的人 他说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 你可以自己去找 没有老师加持啊 加个P词耶加持 对对对我也可以来卖啊 你也要加持一下啊 对对Kevin的聚宝盆啊 CK 我有听那个朋友就 就是我们电台也有请一些老师啊 他其实讲的都是自己可以做啊 比方一个红包袋 然后里面放几块钱 然后放在那个柴位就好了 那有没有人 那有没有人拿那个打电话到电台说 这个老师哪边可以找到他有在卖 没有他也他也不要卖 他因为他就是放一般的 因为我告诉你 在背地啊 他们实际上都是有在卖的 是 在表面上他一定是跟你讲说 你自己可以准备 但是一般人为了 方便 老师帮你点一下这样 对他还是想说 哎呀那个请老师帮我弄一下 再配个皮丘 对 皮丘你抓去关 你的钱只是只进不出 都被皮丘吃光光 不是收到你自己的口袋里 还好我没有放皮丘 以前好爱放皮丘 有人听 有人说好像放什么 反正有好几种嘛 他说我的 我是适合放皮丘的人 皮丘 是被天上打下来的 他都是犯错被打下到凡人来 所以他生儿子没屁 就是皮丘 皮丘没屁眼啊 他是龙王的第九子 那他也不用吃东西啊 所以他东西只进不出啊 那肚子就爆了啊 反正他是神兽 只进不出听起来也算是好事啊 我就是又进又出才会 所以这个真的 如果家里有养这个东西的话 拜托 你不要越齐越惨 所以麒麟比较好吗 麒麟是 是胜兽 其实推荐一下啦 我们先不管聚宝盆这些效力如何 如果我要在柴位上面放东西 可以放哪一些东西 比较好 至少不是负面的 奇怪了 皮丘就文齿的 我发现你一定要我教人家怪力乱神 没有 因为你知道太多人很信这套了 你告诉他没有用 他不会相信 所以你还不如就指引一条光明的道路给他 好啦 Kevin会说 你在那边放一个全家福照 或者是婚姻结婚照 对 幸福的全员 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一种法 你不要小看 可是财位上放这个没有用啊 不会啊 家庭幸福就会有招财啦 一般人也不信啊 我现在是在针对迷思的大众提出一些 那我觉得你该赶快先结婚了 我干嘛要先结婚 你就可以有东西可以放了 你就可以体会了 你说体会放个照片吗 没有 体会家庭幸福就会招财 我家庭幸福离我可遥远 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 你刚问说财位在哪里 对 对不对 你一直强调就是说 人家说什么进门45对角线 对不对 没错 我本来不提倡 但是你一直问 我就告诉你 好 为什么可以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你一开门觉得那边是光亮的地方 不是因为灯 不会是因为灯的照射 而是一个光亮 让你感觉到它光亮的地方 它就是财位 这个财位是你的意念的一个来源 你的一个视觉 色身香味处里面的色 你的视觉的一个来源 如果就像宇飞所讲的 我摆个全家服罩在那边 你时时刻 我告诉你 你家庭的这些和乐的感觉 是非常强烈的 你会想常回家 没有 我没骗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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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家人在 所以让你觉得放心 你就会更去外面努力打拼 那个就是你的财位 如果没有家人 那建议放心是什么东西 没有家人 你看 譬如说在宗教上面 或是说在民俗上面 人家会说摆这个所谓的残除 对对对啦 金钱残 我想起来 而且要三角的 三只脚的 那它要断哪一只 没有 它后面只有一只脚 从屁 就从尾巴那个位置 对 那个残除 只有前二后一的 对对对 我还没看过 那个叫做金钱残除 每一个金钱残除都只有三只脚 对 没错 那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注意的 然后那个头 残除的那个头 是 朝向你的门 要斜的这样对吗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 在民俗上来讲 这叫咬钱 噢 噢 像日本也有招财吗 对对对 一手招 左招财右招服 对对对 左招财右招服 对不对 它也是要招 那从哪边招 是不是向外 噢 哪有 哪有 那两只可以放在一起吗 你要贪心的话你就放 你如果觉得爽你就放啊 噢 它们不会 猫不会咬它 对 但是我还是前提之下 说这一些 就是说 如果你的心念不正确 我们风水都没有办法帮你的 更何况这一些 就是游手好闲 你放残除也没用啊 对 没错 到最后很多残除都跑进来 所以记得一定 家里不要摆得乱七八糟的 让还没有得到风水的好处 就已经被让风水给乱了所有的一切 那你岂不是更惨 气笑的嘛 有 所以这个不要开玩笑 这当然 那你如果说觉得光明的那个地方 那个你所谓的财位 是 你会很care 那你就摆着 但是记得 要常常保持它的干净 要清灰神 对 因为财神 他不喜欢脏 越脏的地方 财神绝对不会进去 因为你看到各个庙里的财神 都是干干净净的 包括五财神 你不要看他脸黑的 他还是一样干干净净的 他绝对不会 你到任何的一个庙里 你只要有拜财神的 通常那个庙里都会很干净 不会黑黑吵吵 都是这样 如果那个财神庙是黑黑吵吵 两个状况 第一个是被香火鼎盛 熏黑了 但是虽然它熏黑 你还可以去感受到 它是很光亮的 很奇怪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第二种 就是它整理得很干净 就是这两种 一样它的香火也是很鼎盛 所以记得如果你要求财的话 第一个不要过分 过分你就迷了 第二个 你要让自己的居家环境 一定要保持的干净 不要懒 一层不染 那个是太过分了 至少你定期去清一下 你自己舒服 财自然就会来 你自己不舒服 我告诉你 连家你都不想回 所以人不能染 所以我们师父常常讲的 一句话就是 宁可做到死 也不要病到死 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所谓的 因为有一个财位 就会有一个死位 时间还够不够 早就超过了 早就超过了 对 我们可以切成两集 有财位必有死位 这个阴阳对应 一定是这样子 只要最阴暗的那个角落 它就是死位 不信你试试看 养鱼也好 鱼不要 你就摆植物就好了 摆在那个死位的地方的植物 很容易就刮掉 所以死位的 有没有一个定义 就像门45度这种定义位 通常门开进去对角45度 它开进去的 直接不是对角 就是跟门平行的那个角落 通常会是死位 那个也就是气 比较不会去做停留的地方 气也比较跑不过去的这个地方 那通常我会建议 你可以去摆植物 让它 有点生命力的 对 让它随时维持一个活力 但是记得也是要轻 如果挂掉了 就要换 换 挂掉了就换 这样子你看着自己会开心 否则你那边我告诉你 你绝对会去堆东西 而且越堆越长 那就是你的死位 那边哪是死 这应该是这里 或者是这里才是死位吧 一进门的 可是你现在都走这个门了 一进门的这个地方 所以是我开关那边现在是死位这样 通常 因为你这个门打开 你这个打开风这样进来 那边最不会有风 没错 那如果我有两个门的时候怎么办 你有两个门 比如说像这边一道门 这边一道门 两个门就不对了 你就没有办法长风聚气 一间好的房子 它是要让你能够长风聚气 不然你这个气都散掉了 所以 那如果今天我有个很大的客厅 然后几个房间是围绕着我 那进来的时候 除了我的大门之外 我可能还有四个小门 就是四个 比如说卧室 办公室 书房 这个也算在内吗 还是指的是对外 有超过一个以上的门 你如果说是 最主要我们气进来 它一定会从你的大门进来 外大门进来 外大门进来 如果说你有好几个门的话 你要它从哪边进来 你要从哪一个来算 你懂我意思吧 同时三个 比如说你现在两个门 同时两个门都气进来 你说你要进来的这个气 它如何在你的屋子里面 做流窜 绕这个太极 如何让它绕 你有两道气进来 阴阳交购 是不是你一进来就是两条气 两道气进来 到底谁为主谁为福 通常比较大的门应该威力比较大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两个都尿急 你的厕所在后面 你有两个门 我们同时冲进来 这个答案很好解 就拳头大的先赢 对不对 可是还是乱 两条气就打架了 对 房子气氛就不好 就乱了 所以会有冲突就是了 没错 你开电风扇就知道了 你两台电风扇对打看看 就中间很凉啊 没有 就我在中间一左一右吹 我觉得很凉 你要凉的那个地方 它不凉 因为两个气对冲 所以就乱掉了 所以尽量不要开两个门 这个麻烦一下 就不要两个对外的门这样子 没错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它必须要能够长风俱气 否则你做什么事情 你精神都是涣散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受到 这个宇宙自然磁场的一个照顾 让你加强你的新陈代谢 因为我们的毛细孔 随时都一直散发了 我们自己里面体内的废气出来 你的气如果不流通 它没有办法帮你做长风俱气 去做一个过滤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人就得生病 因为你没有新鲜的气 空气也好 磁场也好 你都没有新鲜的 你完全蒙在里面 所以自闭的人 忧郁的人 或是有自杀倾向的人 他的房间总是阴暗的 对 这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想自杀 我也不需要光明 就门关着 闷着 对 烧炭也是需要把它封死 是哦 这就是封水 所以它是很科学的 是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 现在我们拿的医学也好 科学也好的一些证明 都可以去做验证 是 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 你有朋友如果有摆这些东西 你就去验证 不要只听我说 你如果只听我说真的 线上的朋友也好 你如果只听我说 你真的就没智慧了 是 你会被我迷掉 对 那我不用 他们就会找你交购 没有他会卖你上面打的CK 两个字的那个聚宝盆 我没有 我没有在卖那些 放心好了 还是一样 就是真的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讲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留言 对 对不对 我没有到我们的官方信箱 或讨论版 对啊 你留言下来 如果我们可以在线上解答 那当然我们很乐意帮你解答 对 因为对大家都有好处 不用去花那么多的钱 去买一些有的没有 本来家里的柜子里面都是摆书 后来都是摆水晶镇 摆一些有的没的 我告诉你 如果好睡我输你 保证你越来越浅眠 越不容易入睡 是 因为你放了非常多的电池坡 会发射的东西 也不只是电池坡 磁场什么的 对有磁场 矿石的那个磁场 对啊 因为矿石的磁场 它有所谓的五行 那五行你没有把它给拿捏好 它一丝去平衡 它就变成是一个干扰的磁场 对 因为矿物它本来就有磁场 对啊 所以我说以前我们把那个水晶当作就像是一个过滤器来使用 所以有的时候在外面睡那种饭店反而会觉得睡得很爽 那种五星级饭店 没错 因为它里面就是很干净 什么都没有 没错 简约嘛 对 对不对 每次搬家的时候我的房间一开始都是简约的 都希望 对 然后最后就越堆越多 所以我这样讲起来 我终于知道我的搬家狂的缘由 就是累积太多 最后你就决定要再回归到饭店港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今天当然搬家很累 其实讲真的我已经有屌 我可能这辈子搬家已经十几次了 那我其实就有一阵子我就有在思考 为什么我会爱搬家 所以不能讲爱搬家 是为什么我会对搬家会充满一种期望 因为我每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当然那是一个陌生的环 就像买到新玩具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一切的东西都超整齐 超干净 超紧然有序 然后房间就像我那时候刚搬到大圆的时候 整个都铺榻榻米这样 然后就觉得我房间里面只放市盏灯 一台电视 然后睡榻榻米超爽 后来东西就也是开始越来越多 对然后最后我就 每一次到了一个新地方就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换个角度来想 其实我们应该真的要尽量让家里保持紧然有序 然后简单干净 那你自己就已经有验证了 对 你自己就在正道了 没错 当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必然是必你自己有一个新的决定 新的一个方向要发展 所以一切从头开始 对 抛弃以前旧的包袱 一切从头开始 等到你往前冲的时候慢慢的包括时间也好 包括习惯也好 你有回复到以前 慢慢的你本来很有冲劲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事业或是工作 很有冲劲 就是抱持了很大的一个梦想 然后去冲刺 到最后越来越摔 越来越摔 越来越摔 所以就要赶快搬家 不 你习惯不改 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cycle会一直循环 也就是说 还是回归到原点 你自己的信念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稳定 是 如何让自己的信念稳定 你要透过修行 透过内在的修行 和外在的环境 你自己要动 所以我刚才提到一点 宁可做到死 不要病到死 这个病到死和做到死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的狭隘 不是真的人挂了才是死 不是 今天你住进去 你把这个环境越搞越差 因为你不做 你不把自己整理好 做到让自己累垮 舒舒服服的躺下睡 而是让它越累积 不做懒 而把这个空间弄到病了 你的气也摔了 然后再来怪这个风水不好 对吧 这都是一个相关性的学问在里面 它都是可以去验证的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去强调 就是说 今天我们所提到的 不管你信或是不信 我都不希望大家是迷失掉的 我今天 Kevin所说的 你一定 你如果要用的话 你一定要去验证 你拿自己当实验评都好 你甚至可以写一张memo 某天某日某一天 我听Kevin讲这样 我放一只啤酒 对 也可以 结果我股票赔了两百万 没错 你可以这样子发 这个太给道了 不是 因为你写那个memo下来 随时提醒自己 如果有什么 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不不不 也就是说因为我要用自己去证到 对不对 那我证到的过程当中 Maybe他如果是证不好的到的时候 我想去实验一下 我要去实验 我可能会迷失掉 迷失掉如果没有留一张memo 提醒自己要拔出的时候 你这个实验会变成是真实的 所以我现在搞清楚了 我搞清楚了 从小到达那些送我水晶 送我皮丘的人在想什么 有人送过你皮丘 拿我当实验评 人家是好意 真的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这一块 以为摆皮丘就是招财 就是存钱就是财库 不是这样子 还好我真的没放 圣寿会帮你带财进来给你 帮你咬财进来给你 皮丘是他咬住你的财 收到他肚子里 不出来了 可是这等于是帮你存钱吗 他不是给你的 所以他就是把他干到虚空中 没错 所以就 开强果肚 所以你得窄了他才行 跟以前杀小猪一样 所以以后买皮丘要买塑脚的 你要把它放在小猪肚子里 你才能把杀的猪把它拿出来再杀 所以要买这么大只 所以很多皮丘 拜了之后你都先不要讲 可是皮丘既然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还是认为 皮丘是正面的东西 没有就跟那个理论一样 真正赔钱的人他不会说 说出来的都是那个 可能他不是靠皮丘 可是他说他有帮助 今天你在热衷一个老师的时候 一开始你让他碰上 你碰上这个老师 这些老师也不知道皮丘是不好的吗 你一定要我讲这种话吗 当然啊 我们的节目目的不就在要 皮丘可以替他赚钱 他是商业的 那他可以 他一样可以卖单 他一样可以卖这个卖那个 肉像非真人 你忘了 真人不肉像 真人不是你想找 你随时就找得到的 这当然啊 你要看缘分 因为要找 这个真的人 太多人了 他要排时间 你不一定找得到啊 因为这些老师自己家里面 可能都放皮丘了不是吗 他是放皮丘要来卖你的 对啊 对啊 他放两万多只 这样了解吗 可是那如果今天他家里面 放了两万只皮丘 那他应该会死得很惨才对啊 没有他放在他办公室 没有他如果卖不出去的话 他是不是死得很惨 对你囤货卖不出去什么 所以他是不是要一直上节目 一直上节目 领通告 是不是这样子 要销货就对了 对不对 他的钱是不是也被皮丘 摇去不放了 他为了这一 这一群皮丘宝宝 他是不是蒙上节目 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卖出去 他就应该要买铲除才对啊 搞皮丘干嘛 可能大家残除已经买够了 因为跟我讲说我要放皮丘的 也是一位大师耶 真的你放心啦 今天水晶炒完会再炒岩洞 这都是有原因的啦 因为水晶快被挖完了啦 对啊大家也家里都有了 对不对 以前水晶从白水晶一直挖到紫水晶 你一定要把它挖光嘛 搞不好以后放你阿公的骨头 真的啊 那像泰国不是有那个什么佛牌吗 真的要小心 那个叫什么 玉面佛还是酒什么的 你说泰国 还有九尾湖啊 没有就是台湾现在有在 四面佛啊 四面佛啦 对对对 他们不是说那个里面的佛牌 也都是胡搞瞎搞的吗 就我朋友也是一个佛牌 他验证过了 朋友送他佛牌碎到要靠北 是哦 因为那个都 那个不叫佛牌 那个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不是养小鬼啊 一种还有下骨 哦 那这个东西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以说当你对这一种 所谓的依赖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要求财依赖的 水晶啊等等这些 你对这些不产生一种欲望 的的时候 你会去接触佛牌吗 不会啊 是啊 对不对 为什么有很多好野人 你去他家 你不要说那种 很台面上的 或者说很炫耀型的 真正好野人 第一个 他不炫耀的 因为他家长风聚气 你去他家做客 你可以发现到 他客厅就是客厅 房间就是房间 再怎麼大的屋子 只要它風水不對的話 人的思維也不對了 受到干擾也不對了 再怎麼大都不夠它放 有啦 對呀 你以前住透天也不夠放 沒有 我還好吧 但是不會覺得房間是房間 你還是覺得很亂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 苗栗那個誰 留什麼 苗栗現場銀修帝沒有 那個蓋那個的 在陽明山蓋那個 那為什麼要用力 這太囂張了 對不對 第一個囂張嘛 第二個 你看它收了多少東西 太亂了 把家裡擺了亂七八糟 本來長風劇其實可以隱瞞 它還沒那麼多的時候 天啊 那要告訴許浩平一下 他還沒擺那麼多的時候 為什麼會被抓到 他還沒擺那麼多的時候 他不違非作歹 我告訴你更嚴重 就是因為更嚴重 所以他可以再買更多的東西回來擺 擺多了 亂掉了 我告訴你 就被抓了 對 就長風聚氣不了了 所以東西還是放倉庫 對啊 放倉庫 我就跟故宮一樣 寶物放後山 展示場乾乾淨淨 風水好 那個叫做慾念貪念過度了 人不貪 枉為人 我們講坦白的 但是取之有道 當你取之無道的時候又過度了 那你這個人就慘了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很多事情在報 它都是有原因的 不誇張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聽眾都抱持一個正念 不管你今天有錢沒錢 你只要平平穩穩的能夠讓自己過得平穩安穩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 我們人跟所有大地所有的東西都是 理念都一樣 你看就是說我們的心要乾淨 對不對 那我們家也是要乾淨 不要亂 雜亂的話你的人生會亂七八糟 那你家裡面雜亂 生活也會亂七八糟 這一定的嘛 是啊 這就著於相而生 國家也是啊 就現 比方說街道 亂七八糟也沒人上去了 沒錯嘛 你為什麼一開始 日本的觀光起來 我們上次有談到嘛 他們就是有參照易經風水的 對不對 那有參照易經風水 他用緊緻型的在走嘛 然後龍邊虎邊他分得很清楚 所以一開始觀光的時候 誰不想去東京 對不對 在三四十年前都一樣 誰不想去東京 為什麼 因為他讓你覺得舒服 因為他的氣場 他的整個規劃完全都是正確的 是後來 這些老一輩的這些老師們 幫國家規劃這些 他也會走 但是他有沒有傳承下來 他沒有傳承下來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學的經 慢慢的他的整個都市規劃 就失傳嘛 往外擴 外面 慢慢的就不對格局 那整個都市不對格局的情況之下 就會亂象出來 所以 東京的正中心 他有經過規劃的正中心 他的治安會是最好的 是 經濟的首要的地方 健好你應該最清楚 都會最集中在那一邊 是啊 沒錯 對 越周圍的 越有問題的 因為他不照張法來的 也是一個所謂的社會的 一個聚落的現象 是 這是很科學的 當我一個區域在集中的時候 是 他的風水如果是正確的 那邊都出賢人 出良人 但是當他這個聚落一直擴大的時候 這個規劃越來越沒有的時候 旁邊所聚的 是越來越多賢雜人的 那個氣整個就會炫掉 那勢必也會保持一個平衡 是 一陰一陽 陽的就是好的那一派 亂的那一派就圍繞在旁邊 包圍著羊 是 就是這樣子 是 所以天地之間其實萬法歸一 不要去亂了自己的一個正教 人不舒服就要去看醫生 對 不要去求 就是現階段 不要到處去求神問福 你如果會議經 你自己譜了一個掛 你就知道 我的天衣在哪邊 何樂而不為 所以家裡面亂掉就是 寄了一個正義 對 剛好趁現在 年底 對 大掃除 重點 重點是要 記得保持下去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我們的官網 跟Gmail的方式 來跟我們提問 我們就會再次的邀請 Kevin老師來跟大家解答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聊聊 什麼樣的主題也都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會列為參考的 是的 今天謝謝我們的Kevin老師 謝謝大家 好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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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